歡迎大家來到這個五月的The Book Room 我原本以為這集是懸季的一集 但想不到竟然不是 這個懸季的一集留下一次 但這集也算是完結了英超的球季 也會分享大家的一些感受和觀察 之後始終歐聯也未完結 我想這個月畢竟聯賽已經結束了 戰術上未必有太多東西可以看到 但歐聯那兩回合值得討論一下 我們稍後可以討論一下 先報到 還未報到 我們湯島 大家好就是你 一如意旺 我們先講一下賽果 先講一下上次到現在的賽果 踢了五場比賽 三場已經超敵歐聯 首先作客大勝哈特斯菲五比零 之後就作客 主場贏哈特斯菲 之後就作客3比零雪比巴賽 然後回到英超再作客 驚險地3比2贏劉卡蘇 然後去到歐聯 回到歐聯 然後就主場贏4比零 贏巴賽 之後就主場再贏 再一場英超比賽 就贏狼隊2比零 我想如果你問我這個月 即這一刻又有些失望 又很興奮 好像很矛盾的心情 因為英超裡面 都叫做最後一輪 十場八場比賽 其實都已經是說 將自己做得最好 贏了所有比賽 包括贏熱詞 贏浪隊 贏車路士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不容易踢的球隊 甚至是作客柳卡蘇都不容易踢的 都可以說是贏了 甚至我們之前幾個主持都說 其實我們自己都很有可能會失分 都未必可以說贏得完 但其實我們最終可以贏得完 我想這個都算是 無論成敗 最後能否導演成功冠軍 對球迷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交代 也是對自己一個交代 但是你可以說 但是神經病 令我一變萬聖 喂 他可以贏到熱詞 贏作客 贏到萬聯 但之後 班尼其實不容易踢的 但又贏到一比兩 之後再贏了李斯特成 如果你問我 上個月就免得說 我免得到 我覺得李斯特成其實難踢的 為什麼 李斯特成的數字就是 他由75分鐘至90分鐘 這15分鐘 我忘記是75分鐘到完 除了75分鐘到90分鐘 這段時間他的入球是很高的 入球的數字 如果你說計下半季 這段時間來說 李斯特成其實是很恐怖的 而且 曼城是比較怕一些 反擊的球隊 例如說 水晶宮 前面有沙俠 然後還有唐生 這些很速度贏的球員 但李斯特成其實是有的 大家都知道華迪 李斯特成的近況都不錯 而且他們不是很怕作客 他們的作客成績是OK的 所以都會覺得 其實可能會抱一時希望 李斯特成 但都可以贏到 你說白禮這段 其實坦白說 我就不忌予後望 十分鐘 我們有一分鐘 一分鐘 根本那四隊 很明顯都說了 最不忌予後望就是那一隊 正如大家都預期是這樣 你可以說 班尼難一點 一定是李斯特成難一點 但最容易一定是那一隊 大家都知道 亦都是預期的發生 的確是最沒有懸念 就是 你只不過是入球先 希望很短暫 希望大家 一比零零線 還要是 但那時候的WhatsApp 真的沒有看過場 那些朋友WhatsApp 興奮完一分鐘 其實你還未再出一次 去嗨一秒 就已經告訴你 發生什麼事 但其實在場邊 球迷都很明顯 沒錯 在場邊比入球好看 但我聽到傳聞說 首先是狼隊 假裝慶祝想發生 對 是有一次發生的 但隔了好像一分多鐘 就是真的 沒多久才是真的 因為他第一次 我聽說郭平石 他第一次發生的時候 郭平石就說 立即在檢查那邊 就說沒有問題 是0比0 這個也挺好玩 你說是是 但你看到直播 我看到球迷的聲音好像沒有怎麼停 因為很快 幾十秒之後就是那一刻 然後平石就說 再出一次 突然開始畫面 就變成另一幕 就知道有些事情發生 那一刻其實有趣 那一刻也有趣 但是 想不到曼城可以這麼厲害 這樣也不失分 我們已經是做得最好 但他也是做得最好 所以 可惜 但同一時間其實也很興奮 巴塞3比0 如果你有看手循環 作客 錄影 其實巴塞是看得好的 我們也不差 但最後結果3比0 其實 有些 當時 我記得在一些討論區的時候 就看到有球迷 如果你問我 有球迷就說 其實巴塞不是的 上季都可以追回 他都會這樣輸回 大家不要失望 如果你問我 我現在說 你真的在發白日夢 如果是這樣說 如果你問我 我會覺得 我們有機會在次回合 在主場贏回 但是 可不可以贏回三球 或者是 對方 沒有作客入球的情況之下 而我們可以贏超過三球 我覺得 有點癡人 我覺得是不容易 因為巴塞的攻擊力是強的 他要拿一球作客入球 不算太難 他拿到一球 我們要入 五球 五球 其實 五球 你要一場比賽 入巴塞 五球已經是 我想接近神蹟 接近 神蹟 但我們也做到一個接近神蹟 就是我們不失球 不失球的情況之下 可以入到四球 我想 真的很興奮 我想是那一刻 看到TA那球 嘩 真是 捱到擦天 所以我都說歐聯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 一定不能放棄 真的 還有那場比賽上半場 次回合上半場 其實看到巴塞 在最初的三十分鐘 都有不少的機會 例如說有一球 來喊巴 他單刀不射 單刀不射 就傳給比斯 十五分鐘 然後比斯又控 就是控一控 然後就被曼迪普拆鎖 之後有一球 古天道 烏射 被阿力臣救到 去到 之後 另外也是上半場 第一球 被阿力臣救到 被阿力臣救 炒獲了 然後去到下半場 尾斯也有一個 在利物浦的左邊 有一個近門射球 近門烏射 被阿力臣救了 其實 如果你問我上半場 其實巴塞也有不少機會 但全部把握不到 或是他們自己想多了 還是怎樣 最明顯 阻力喊巴一個十五分鐘 上半場十五分鐘 阻力喊巴一個單刀 單刀 就是單刀還傳 叫做 給阿美斯 他不入 控定 我覺得 為何你那刻不射呢 如果你問我那刻 我已經想著射 然後他傳我一呆一呆 然後 阿美斯再控一控 我又再呆一呆 然後 完了 變了 都幾 我想這季 如果計算一場比賽 或計算一個短時間 我想這段時間 是吃夠心 即是吃得最多 我又不是 不過這個可以 我們一會兒講 歐聯 我們講回聯賽 但剛才你講的這件事 歐聯在贏的賽果 其實是 我想大家去到最後這一場 當然你說贏不到 最後你是阿軍 其實不少不少 怎樣也有失望的地方 一定有 但其實我覺得 除了你說 剛才我們可能之後 都會講到 其實這一季 大家看到成長 或者看到一些前途 好像有些樂觀的地方 所以令到那個 失望未至於去到很大 另一方面就是 我覺得前幾天 歐聯這件事 都是有幫助的情緒上 是有舒緩的 不知道你們是否這樣看 我同意 始終你捧這對球 那麽多年大家的傳統 其中最豐富的 最以這對球為榮的 就是那種 在很惡劣的環境之下 都不會放棄 而最終真的會有奇蹟出現 這個當然不是一個 我經常都不是一個很光榮的 這個是既光榮 也未必想太經常出現的傳統 因為你不是第一回合 或者不知上半場 或者什麼時候 搞到這麽大件事 就不需要搞到這麽奇蹟 到最後是 但這個是獨特的 因為實在出現的次數 是太多了 你比對其他隊 都會有反勝 或者有所謂的奇蹟出現 但我們真的 至少在我看球 這二十多年裡面 真的出現相當多次 你說伊斯坦堡奇蹟固然也是 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這次比較厲害 還是伊斯坦堡比較厲害 畢尼迪斯也說過 不是 球為還覺得那次比較厲害 但我覺得兩次都各有 他很困難的地方 有謝爾特中盃 最後可以入球絕殺 有在當年獲得歐聯的時候 奧林比亞高斯 最後一場要入球 才能出現的比賽 有前一兩年 我們在歐霸杯 最後可以絕殺多蒙特 當然也有今次絕殺巴賽 即是贏巴賽 叫做反勝巴賽 是真的特別多 而這些都是一些 很扣人心言的賽事 還有我覺得難得的地方 就是其實在這些比賽的過程裡面 或者比賽開始之前 其實有不少球真的相信 我們是可以的 而大家懷著這個心情 去見證這件事實現出來 這個感覺 就跟你沒有預期 突然之間好像會出現這件事 是不同的 即是你有個信念 對球隊 對球員 你覺得他們是會做到 而他真的在你面前做出來 那個感覺是會被 即是你預料他做不到 突然間好像他做到出來 是不同的 即是你會覺得你好像是 在那件事裡面 即是你覺得這個信念是 因為大家都眾志成成 由開始 長球之前 大家由球迷 去到球員 都相信自己能夠反勝 而最終大家好像一同實現了這個夢想 這個感覺是 是的 我想你阿浦的球迷 這十幾十年裡面是經歷過很多次 即是我們相信有時候 即是如果第一二回合 就是在那個開球之前 如果在過程裡面就是 即是就算我們是一場 生死戰裡面我們落後 我們都覺得我們是 只要未吹雞我們仍然有機會 那這個是 我想很多隊員不會有這樣的想法 我想其實可以講一講 就是我就比較悲觀一點 即是我就算 因為其實 作他入一球作系的一球 就差不多可以KO我們 還有沙拿 即是剛剛傷了 或者我就想著應該沒有什麼 那他沒有沙拿沒有肺 其實已經楊居馬 加上阿基達 即是我就 所以在賽前 我就比較悲觀 即是我會覺得是贏到球 但是會出局這樣 當然我也不是說很大信心 但我的說法就是 譬如在同一個處境之下 就算同一隊都叫做班霸 或者頂級歐洲強隊 你所有的球迷的那個 那個期望 不會像我們的球迷一樣 即是你 任何一隊英超 Big Six這樣算 即是就算你強如萬成 你第一回合 輸給巴塞 三比零 會不會那麼多球迷說 不要緊 我們還有第二回合 我們會贏到四比三 即是他們的理據就是 在伊斯坦本我們用四十五分鐘 我們都可以追到三球 為什麼我們在一個主場 我們不可以追到三球 他們的理念是這樣的 這個真的是一個信念 這個是很特別的特質 我們的球迷裡面 這裡很有趣 也可能是幸運 或是怎樣都好 如果你把主場和作客的次序 調轉了 整個故事的感覺是很不同的 上年贏羅馬 其實贏的比數是一定比巴塞 一定比巴塞 但是那個故事的感覺 和今年贏巴塞 是很不同的 所以之前另外一個節目 都說過 即是其他 例如阿Sam 都會說過 為什麼歐聯的時候 作客先 然後最後一次回合 是回主場 踢的重要是這麼大 其實這一場看到 你說去到狼隊那一場 其實都是吃住個實 你看到踢狼隊的時候 球員都累的 但是你看到 無論是球迷或球員 甚至領隊本身 都是吃住個實 以至去到 早幾天贏了歐聯 一個這麼戲劇性的賽果出現 然後去到吃住個實 去到最後一場聯賽 就是最後怎樣都好 最後一段 真是盡力 而且是盡了球迷 球員 可能覺得已經過了自己所預期 你說 究竟有沒有可能贏巴賽 即是數字上 怎樣都有 不是零的 問題是你會覺得 可能性真是小 你不說 你不說出來 反而還有可能 都是你迷那種 很普遍的心態 就是你一說就會燈 大家這個反而不怕燈 因為大家都覺得是不可能 就是這樣 然後最後出現了 那種雀躍是靈寫開心的 所以這個 我也想說一點 就是其實 你看回這一次的爭俗 其實跟以往 你說以前 可能阿仙道和曼聯 都曾經有一段時間 是兩隊很激烈的競爭 但不同的地方 之前可能也提過 其實是沒有以前那種所謂的Mind Games 兩邊都很尊重對方 乾淨 甚至會不時都讚揚對方 其實是很強 怎樣怎樣 你見到其實我覺得 我們球迷之間 有時 其實都可以參考一下 學習一下這件事 即是有時 即是客觀去講 目的未必是燈 至少不是每個人都是 有些人是 有些人不是 就是 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 如果你說經過今季 其實我其中有得著領略的就是這樣 如果你有時真的 嘗試從自己的角度去分析的時候 那不一定是 目標是要燈對方或者做些什麼 如果領隊 你想想我們球迷 我們在香港的球迷 其實就算真的最後贏 或者輸跟你 也沒有什麼關係 對吧 你的人生都是一樣 繼續下去 但是他們的領袋球員 是真的直接跟他們的事 贏到和贏不到的 開心和不開心 我相信 真的會比你們 或者我 來得更加強烈 所以其實如果別人 都可以做到這一點 其實我覺得 跟以前不同 以前 以前是真的 那種 那種叫做縮敵 是真的要這樣 就是 由場上 到場外 各方面都不能放過 但現在我覺得有些不同 純粹真的在場上的技術 所以另外一點就是 如果有些 怎樣說呢 你會看到這個賽季 完了賽季之後 可能那一天或者那半天 其實 我不知道外面 我沒有看外面 但我再看 就算是群組有變 我還是之後再看 我隔了一會再看 都開心的就是 你看到其實 那些帖子 當然有其他球迷 抽水 這個沒有被變 我覺得OK 正常的 但是關於這兩隊的球迷 其實都偏向理性地去說 我覺得都是可喜的 我不知道外面是不是這樣 至少我覺得在兩邊領隊 兩邊球員在完賽季之後 立即接受訪問 其實大家都是盛讚對方這一季的表現 我覺得在於兩隊 是鬥足三十多州 接近我們 我們說這次是英超市場 最多領先交換的 雖然在某程度 有些時間是因為 說的是踢先踢後 真是過頭的 可能是四五次左右 但是大家都不失分 才有踢先踢後的領先交換 通常在這麼激怨的角逐之下 大家的仇恨應該是大過欣賞 就是硬拿切齒 以前阿仙奴和曼聯 是一對戰就打交 當然我們和曼聯也是打交 那是否能夠打交 那些就沒有關係 但是譬如你講以前 就算雙萬自己鬥的時候 其實那個仇恨也是很大的 我覺得是 車路士稍微好一點 因為他們的歷史沒有那麼長 還有他們的賽季 好像有幾次都沒有咬得那麼緊 基本上偉拉阿堅那些出去都是想殺人 通道已經來了 還有在懸季的時候 大家贏的隊伍要透過再做一步踐踏對方 而再抬高自己的地位 輸的隊伍也不會分氣 就是你也是踢滿球 你也是踢4-4-2-4 此類的東西 或者你也是靠什麼的 大家是不會 大家已經忘記了去欣賞 足球其中一件事就是 對方踢得比你好 就是對方會贏到你的原因 其實這個是其中一個足球的本質 就是一個競技的比賽 輸除了有很多客觀的其他外作原因 其中一個可能很主要的基本原因 就是對方表現比你好 而比賽 我想其中一個意義就是 你每一場比賽之後 你要思考怎樣自己可以變得更好 而下次可以贏對方 而不是只是去找很多其他原因 就是你因為靠這樣而贏 而從來都不會去欣賞 或者檢討自己 我覺得不是這個運動的本質 應該是這樣 但很多這些多年的冠軍競族 所累積的歷史上 或者當季的過程中的仇恨 其實已經掩蓋了很多這些 可能在足球運動中 應該更加根本的東西 其實是更加寶貴的 但今次我會見到 譬如 Heinersen在賽後 文静嘉在賽後 其實都會讚對方表現得好 他們會說 下年我們再去比賽 金斌尼說 今年是很困難 很欣賞李迪普這個對手 哥迪奧納說利物浦是他執格生涯裏面這一季的利物浦是他最難對付的敵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讚賞 如果你要講一個我想在現今現役大球隊打聯賽應該 我想哥迪奧納第二沒有人敢演第一的一個局勢之下 他這個肯定是一個我想對整隊球員或者領隊一個很大的讚賞 我想這些都是很正面的事情 萬成和利物浦的球迷真的沒有什麼仇恨 抽水的都是來自其他地方的人 我經常覺得一些拿不到97分的隊伍 其實我從來都不會理會他 拿到98分你也有資格跟我聊聊天 沒有什麼問題 其餘的只有5、5、6、6、1分 你自己想想自己怎樣做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想想想我們以往其實去到 季美固然有時已經完全與我們無關 但我們偶爾還會像他們這樣說 你看那隊這樣 就是笑人 但你如何去到今次 例如你說這一次 我想大部分球迷我們住也都在 萬成和我們自己的一場 根本沒有人會留意到 原來有一隊是 是輸給卡里夫城 你明白嗎 如果以往去到季美 沒有工作的時候 他輸給卡里夫城 笑一笑 但現在你這次 可能有的 當對方抽水之後 你還擊 你會去什麼 但我不知道其他人 我自己 至少我們完了 我們的比賽 可能過了多少個小時 你才留意到 對 我就是這樣 我完全沒有看過 不是啊 也不關你的事 香港昨天沒有留意愛華頓幾比幾 反映到我們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今季 與以往是一個很… 態度上已經很完全不同 剛才你說固然是跟對手 由領隊開始一個榜樣 就是習欣賞對手之類 但是當你如何去面對 剛才我所說的情況下 我們根本都不會想到這件事 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你當然可以這麼說 一來對手是萬成 如果你將萬成 調轉去做其他隊伍 可能你不是普通 那隊之間的仇恨深了 當然 你試試摩連盧帶著萬聯 跟他爭到最後 我想應該都是一樣的 大家的表現 可能會再激烈一點 所以很早已經開始那些言論 但是同一時間二來 萬成那種的… 那種穩定性是可怕 你真的不可以不欣賞他 不佩服他 你說如果可能是 剛剛一輪一個月的穩定性 那你可以真的抽一下他的水 問題是 你如果一個月抽他的水 你下個月他繼續穩定 你抽不到水 他是整個季都這麼穩定 就算他踢得不好 又有球員傷也好 他贏一領 連續幾場贏一領都可以 是他的穩定性令人佩服 變成你其實… 你抽他的水都沒有什麼好抽他的水 即是他真的穩定到… 沒有話可說 反過來利物浦 同樣是那種… 你可以說已經盡了120%的努力 即是你要… 你看回我們球隊那個球員 他自己不算是一個 真是去到最頂級的球員 但合起來整隊 是可以是一加一大過二 這樣的一個效果 而且這個效果 不單是一場半場 你只叫奧力志出場 368分鐘入了三球 他是一個後備前方 即是這個… 你都沒有話可說 即是不單是一次半次 三次 沒有話可說 我覺得就… 其實這一季 其實對這兩隊球 都是很有意義的一季 即是你說在整個他們 一路建隊 一路建立他這個… 整個團隊的一個流程裡面 我覺得都是一個 他們以往未經歷過的經驗 或者經歷 即是你問我以前 我覺得曼城是一隊什麼 曼城就是一隊 他的形狀達得很好 即是順景波是沒有問題的 一早因為其他隊 沒有他那麼穩定 就領放了之後 他自然是越踢越順 沒有人知道他 究竟是否捱得算 逆境 因為他的逆境都沒有出現過 即是譬如上季 一開始大20分 由20分大到尾 之後獲得100分 沒有壓力 當然是獲得這麼高分 你覺得那些事情 對他來說 好像很理所當然 但今年曼城展現給他的對手 或者世界人 就是 就算有一隊球 可以追到我 在最後十一週 和我每一週的分 都咬住的時候 我仍然可以這麼穩定 仍然是贏了 仍然我可以去年獲得100分 今年獲得98分 這個是他們的成長 他們今年也不是他們去年的曼城 雖然去年獲得100分 今年獲得98分 但今年的曼城我覺得 比去年更強 在心態上 我覺得他們是成長了 這個成長是我們逼出來的 這個我覺得 這個也是足球很美麗的地方 競爭之間 大家互相會有激勵和成長 我們都是一樣的 如果我們不是有曼城這個領頭羊 被我們去追趕的話 我們又可不可以獲得97分的成績 都是不容易 而且我覺得今年 很多人已經講過 對球怎麼進步 我都不太重複 我只想說一件事 在同一個處境之下 如果不是高普大的利物浦 我不知道是多少年前 總之我看二十多年來 除了賓利迪斯其中一兩屆之外 絕大多數的利物浦 在過程中 不知道哪一個位置已經脫隊 是很肯定 是完全不需要任何懷疑 而可能在很早的階段 就算不是很早的階段 在最後的十五場裏面 可能是尾十、尾七、尾五場 始終都應該已經敗敗了 我從來沒有想像過 所謂表現不穩定、受不住壓力、表現好海鮮 通常以幾樣特色為經常被人提及的一隊球隊 是可以在最後十一場都贏了 而是咬到最後一場 這種堅韌 我覺得是今年很大的進步 你看到那些球 有時是贏得很險的 但為何可以險勝呢 因為第一 從來我們沒有落後過2比0 那你1比0才可以追和 或者你一直0比0才可以1比0贏 另外就是 你不會一聲倒水這樣輸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就是 你一直都相信自己能夠入球 贏得到 而你的心理狀態相對表現得比較穩定 不會亂踢 不會急 不會躁 你一直把自己表現得最好 這件事一直都是 我想我們去取聯賽冠軍 其中一個最大的障礙 但當這一年我們經歷了這個增標的經驗之後 我覺得下年我們會更進步 在心理質素上 其餘的就是戰術 人卻 或者很多客觀條件等等 但我覺得這其中我們近年最大的一個 我們在這一季裡已經克服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成長 這一季 可能我真的未能夠收成一個聯賽冠軍 但這季的經歷 如果將來我們獲得聯賽冠軍 這季的經歷是非常重要的 再補充多一點 其實 利物浦都可以說是開季的對手比較弱 應該說開季對的對手 如果他們在利物浦的季中才跟他們對 賽果應該有些不同 就是韋斯咸、水晶宮 甚至去到里斯特城、熱刺 利物浦首五輪已經對 雖然 里斯特城和熱刺兩場作客 是有些驚險的 都是2比1 但是 那些對手 如果去到 11、12月 利物浦才對他 整件事是難踢了很多 於是 於是 看回利物浦整季的排名 其實是未跌出過頭四 經過第一輪之後排第四 之後已經是第一、第二、最多第三 所以 利物浦一直看到前面有得爭 有得爭 當然 到聖誕的時候 排著第一 到現在 中間有些過程都值得討論一下 尤其是那兩場的 愛華頓、晚聯 這個可以之後再說 但是 利物浦也是那句 今季已經做了120% 即是 去到 每一次 即使有球員傷患 但你試過費命勞傷 我們說過費命勞傷 是很大件事 但是 雯尼都可以替補到幾場 你說到 高美斯在前面的幾段 一直踢得很好 之後要傷差不多一段很長的時間 三個月 對 三、四個月 但之後對班尼那場傷 接著到近這幾場 可能踢回閘位 但是又可以 馬蒂普又踢得好 接著你去到 張伯倫又復出 甚至牽達神 又可以打回八號位 每個球員甚至高普自己 都有一點進步 當然 你說是否最完美 一定不是 問題是 每個球員 合起來的進步 再令到整隊士氣 其實 今年 利物浦真的 踢得很難 有一些很大的事情去批評 即是整季的部署 你說由 最 季初流力 到最後 踢回4-3-3 看到球員的士氣 信心 都可以保持在這裏 甚至 費明盧已經沒有踢了 應該是三場 左右 但是 可以吃著勢 其他球員 又是 繼續 給盡力 你看 對巴賽那場 也好 而且 球員 領隊 教練團 本身都是做足 很細緻的研究 去看足 究竟對方的弱點 或者對方容易鬆下的位置 以至在這些細節位 我們從季初說過的 定價外球 去到季尾 都是由細節位做得好 然後大的也做得好 以至今季 其實真的 很多的進步都是成長 即是說 一說細節位 即是歐聯 對巴賽進入的最後一球 其實真的很 後來人們 說回 其實外面的球童 這不是一個剛好的意外 剛好翔翔有兩個球 我忘記是誰踢回 奧利子踢走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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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我當時在看 其實以為 這麼巧 後來就說回 其實不是 這些是 其實有部署 其實挺驚訝 剛才你說了駕駛球 其實是有說過 其實我們是 有 季初 特意請一個 教練轉格 其實見到今季 即如果你問我 講教育球 今季扔的教育球 很少是失敗 我會這樣形容 即是 我的意思是 可能扔完球出去 很少會很快 例如可能會很厲害 給了文靈 然後文靈 可能被迫就會掉 即是很少這些情況發生 我自己印象 所以我覺得是 即是今季有很多東西 是值得讚賞 真的無論是 即是教練團 以及球員 每一段時間 會有一個球員 挺身而出 例如去到季尾 顯得神 打回到八號位 其實打得非常之好 有助攻 有入球 即是他是幫 即是減輕了 肺明龍不在這裏 就是我們那個所謂 組織 即是沒有組織過 這個問題 即是他在前場做了很多一些 拼腳 全球 組織 我想這個是很驚訝 TAA和羅伯勝 這個經典 即是兩個集位 一個聯賽是11球助攻 一個是12球助攻 基本上已經是說 一個是平了紀錄 一個是破了紀錄 其實見到 即是我們已經是沒有一個所謂中鋒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傳宗可以這麼有威脅 我想這個是很 事前應該做了很多功課 還有講到一個細節 聯賽最後一場對狼隊完了之後 其實我們借場 借完場之後 球員都散光了 球迷都散光了 那時候有記者就拍到 TAA還在場上練習傳宗 他好像在中間位置有他的朋友 接應一下波 其實會見到有時候這些東西不是一個 剛巧是TAA還空出生 這些天分 其實我想應該不是 其實他是完場比賽 完整季練習傳宗 我想這些是你會見到成功非竅行路的形容 我想補充一個關於練教育球的細節 其實我覺得直接靠教育球 去取得不知什麼優勢 真的不是很明顯的例子 但我想說 這個教練的引入 這種細節的重視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一個理念上的革新 你看到有了這些想法 不斷去潛移默化 跟一些灌輸給球員的就是什麼 就是你在球場上 你的腦子是要不斷運作的 你不是下去用蠻力 或者用你的身體的條件去踢球那麼簡單 足球現在是一個智力的比拼 同時是一個大家臨場的很多應變的比拼 你是要不斷跟這些球員說 就是就算小魚一個界外球去扔 你也應該要想過 怎樣才可以扔得更好 或者令外面的形勢變得更理想 你看回TA那球 最終反4比0那球 其實你看回整個過程 他是很有意識地去設一個這樣的處境出來 一直隱藏著他要傳中的意圖 才可以騙場上絕大部分的人 全部人 包括接應那個 其實都應該是三馬 才會看到球飛過來 就是順腳掃 我描述那時候的細節 那時候他看到球員滾球出來 他應該第一眼看到 就是巴塞的人其實不是在看球 他應該那一刻已經知道 是一個偷襲機會 但他要找外面 一個接應這個偷襲的人 他會看到奧力志 我想他那時候應該有機會打過一個顏色 但我們應該沒有什麼反應 他繼續走去一個 他認為他應該要去的位置 可能前處 可能他被部署了在這個位置 TA就繼續去看 他繼續走進去的位置 有沒有人去發現出現 但他看的時候 他就不像準備快開角球那樣的部署 他做多一個假動作 就是走走 但他走走的過程 他在眼尾看著奧力志 是繼續進去的位置 當他看到進去的位置 或者進去的位置 他認為他全中可以有機會一搏的地方 他就突然快步轉向 鬥回去之後出 包括走過來的沙基利 是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外面的所有人 其實只有碧基一個有反應 而其實 達斯里根也是指揮外面的防線 他終於看到那個波 應該是跟奧力志同一時間發現的波 在龍門口前三四碼的時候出現 奧力志就掃了 不知道那一塊又不太聰明 通常這些掃都以他的腳法 其實他不是那麼容易掃得中 他又掃中 又掛網 之後兩個人都救不到 但是整個部署 我想TAA佔的功勞 我想接近有七至八成 就是由他最初觀察到一個潛藏的機會 但這個潛藏的機會 如果他沒有他悉心的部署 其實是不會出現的 是他一直部署到那個位置 才可以欺騙所有的人 而他的全中也都到位 那時候找到一掃 或者武力志都叫做好 一掃就進去 所以這些位置 其實是不是講一句 巴賽範圍是低級錯誤 或者是講 是不是我們的主場威 嚇到他已經傻了 這些會然都是 但是那個對細節的著重 你不斷在場上要思考 不斷你 就算勢於一個界外球 或者一個角球 你都要想怎樣開好他 去爭取最大的一個效益 這些是重要的 這些是以前我們的球 是不會這樣踢的 但是現在我們的球隊會這樣踢 還有他另一個副作用的好處 就是其實球員知道 在他扔掉這個界球之前 他知道其實我們是有一套的戰術去做 我不管最後做不做到 或者怎樣的效果 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做了什麼 還有我知道我要做什麼 相比起平時我漫無惡的 盡量找一個沒有人的球員去扔 其實已經差很遠 接應我有知道 因為全部事前已經訓練過 演練過 就是我知道 如果那個球來了 誰就會走到哪裡 然後誰就會去哪裡 那我其實可以給誰 所以這個就是 其實就算有什麼 你已經形成出來 但是其實對於球員的信心 在那一刻 在比賽中 他就知道 總之我是有備而戰 我知道 我訓練過 我是可以做到這些 其實在心理上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優勢 所以這個也都是 剛才你說的 未必說有直接哪一球 是透過外球 直接帶來一腳踢球 但是其實在整季流浴場來說 基本上來說 其實是有些 叫做 marginal gain 就是有少 在各種細節上 都有少少少少少少少 加起來就是 出來了這個成果 就是這樣 還有 講多一點 就是 例如在聯賽 大概有五次 我們有五次的贏球 是因為對方的門將 一些失誤 包括 如果大家 我又有些比較近的講起 就是要對 第二回合的熱刺 然後逼到諾利斯犯規 就是失誤 然後就烏龍球 然後就 負咸那場 然後最後 對面的門將 去拉阿文尼 結果我們就 有一個實驗馬 然後進入電森 然後 潘尼 其實 對方門將 希頓 希頓 其實都算是一些 不是太多 ERROR的門將 已經算是相對比較穩定的 那場都有些ERROR 再遠一點 水晶弓 因為他對面過 是第三門將 所以去到下半場 都多ERROR 我覺得是我們 好像說 為什麼 在數字上 我們都幾多 就是對方門將 有多少ERROR 這樣 就是 我們這麼幸運嗎 這麼貴 其實我覺得 一半是運氣 一半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我們 在這個進攻上 是不斷地去 可能是說 下半場 尾段 中後段 都是維持著 好像 還在搏 在搶 應該這樣 是在搶 對方的後防 或者門將 都開始 可能精神不集中 會有些失誤 我覺得有時候 是 對方的門將 的失誤 一半是運氣 一半其實是 我們去到 即是一種 永迫言斃的精神 去到 即是 快來完成 繼續去取他 逼到他有一個ERROR 我覺得這些是 我們如果在以前 可能在說幾貴之前的禮物浦 或者可能 拉長少少少 甚至是 羅喬斯年代 除了1314 其實很少會是 有這樣的情況 很多時候反而 例如羅喬斯年代 甚至是高普 剛剛初年 去到 即是如果我們還是和 或者甚至是輸 其實去到下半場 中後段 我們就會在這裏 亂猜 即是叫做 即是如果好彩的 孔著那一波的 就好像有少少老鼠拉桂 這樣 不會是 給予對方那麼大壓力 亦都不會給予對方那麼多ERROR 那我想這季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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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幾二十年的利迷 或者 拿這 近 可能十年 利物浦的比賽 很少會見到 是 去到尾段 嗯 繼續這樣 扯對方 對方的禁區 逼到對方失誤犯錯 我想這個是 近 可能六年八年的利物浦 很少會有過這樣的情況 即是 我想今年其實是 都幾驚訝 一來你以前 利物浦想禁制都沒有人好禁 二來 以前 利物浦不是逼人犯錯 以前 利物浦是被人逼到犯錯 被人逼到犯錯 被人逼到犯錯 對 你未在逼人犯錯前 你自己已經亂了 以前是 15分鐘是自己亂 對你要去攻那隊 對 以前是讓人把球 放入自己的禁區裡面 然後等犯錯 對 以前就是反過來 今年你明顯看到 我想幾件事 第一 體能的優勢 仍然是很明顯的 我經常覺得 尾段入球 不是偶然 除非你說到 球證偏趨 那些就另計 如果你說尾段入球 其實一定是幾件事 第一 你的體能在尾段 給對方優勝 要是你的體能 平時操得夠厲害 你體能本身的累積 那個儲備比其他隊強 第二 就是 在之前的那段 比賽的過程中 你消耗對方 是消耗得比較多 對方是消耗比你大的 你是消耗比較少 所以你最後那段可以衝多一段 當然最後就是那個決心 就是你的意志 那兩個東西 那 今年你見到最後那15分鐘 就算對強隊 例如你對熱刺 對邊隊都好 你仍然是覺得那個 那個勢仍然是不斷這樣做出來 其實你看了這麼多聯邦 就知道什麼叫有勢 你到最後 有時候幾季錢 最後15分鐘 你真的覺得 可以了 是時候洗澡 或者煮杯麵差不多 你不看長球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你可見裡面 是不會發生任何事 而發生任何事都應該是你輸球 多於你贏球 你是不會有任何期望 在裡面會出現 但今年不是的 今年你就算 你是對一對弱隊 對一對強隊 如果最後10分鐘正在和 0比0 或者輸1 0比1 你要追和也好 你是相信那件事 好像快要發生 你可能都會相信 球員都會相信 而外面的形勢 你都覺得每一球 其實都好像 會對對方有點危險 接近了些 又接近了些 你對對方的門將來說 他只是一個人 你不斷保持一個高壓力 以前那些低低能能的15分鐘 每個人都能捱過 沒有威脅 但如果你保持一個壓力 那些球還在門前 不斷飛來飛去 他總有機會會摔一球 譬如羅尼斯 羅尼拉奸 自己都撥了球 是這樣的 但你要做到一個勢 還有15分鐘 還有得曲 你才會有這些所謂 叫做尾段的絕殺出來 所以這些運氣是一部份 從來都承認 今年我們算是好運的一屆 不算對手的表現 純粹那種場上運氣 我看那麼多人的譜 應該都算是比較好運的一屆 之前都說過好運和好命 有一點不同 這個是好運 不是那麼好命 只可以再說一段 我們以前調回 幾季之前 我會說對面的龍門上身 至少今年沒有輸過超級世界球 其實已經有些暈在裡面 不是 只是輸在自己身上 雖然都是這樣輸的 是 我們外出的控制 但今月裡曼城都輸了兩球世界球 至少我們今年沒有 那些對方真是摩尼拉奸的失誤 我們都是有一點的 五局大家都沒有什麼 這個也是慶幸 美思的佛貨物 對 但是慶幸沒有事 其實是自己挽救到 那一球算是全季唯一一球 我看到藝神有反應 完全是沒有機會摸到的一球 那天實在太誇張 待會那兩場都可以再說 但是你說每天各樣的事情 今年是很多這幾年高普累積下來的成長 才會帶來的一件事 今年我還想說到一件事 就是很多人都會說 寶華志走了之後 又什麼什麼 那些季中 大家在那段 很多 agree with 的時候 很不滿 快點自己回來 這樣打完這球 不行 中官整季下來 我會覺得今年高普的戰術 尤其是在一些聯賽中 我們要按住對方來江 打多一些勢力組織的戰術 今年比寶華志的年代好 是細緻了 多了耐性 而且是有練過的 在寶華志的年代 我覺得像最初期高普黎英超時說的一種足球 就是Heavy Metal Football 就是一種很粗獷的 很講述士氣的 很講述體能的 很講述氣勢的一種足球 就是對方要攻出來對攻 之後我們才可以把握著一些高位迫搶 之後可以靠快速反擊而入球 但當你見到那兩季之後 大家都知道怎樣對付這種足球之後 如果今季再用這種比較粗線條的球 我不覺得我們今年會得到97分 但是今年你說沒有了寶華志 當然我覺得在官能刺激上的球 是差一點的 尤其在季中那段 季尾當然仍然都很激情 但是季中那段 我覺得很多場球都是很淹門的 還有你覺得這球都贏得很窩囊 我也承認的 但是Agree Win也是一種技巧 還有你再細心看 其實你再一個段時間 就是大家的演練 大家一路去到尾段的時候 我們踢回4-3-3 我們都可以控制到節奏 我們有快有慢 我們按著來打我們是有組織的 我們不是亂按衝 以前就是靠上季 上季其實我們前線球員的狀態 是遠比今季好 除了文尼兩季是接近一樣 輝明爐和沙拉上季是明顯高今季一個層次 但是今季踢到最後的成績 是比上季好 入球多一點 是的 穩定性高一點 入球高一點 這個一定是系統的成長 我們以前經常說 我們的系統是比較靠個人 我仍然覺得是 相比曼城那個 因為曼城那個更誇張 曼城那個是放身真高來都能踢到的 那你真是吹象 你只可以說一句 我們真是不能放一個 這樣的清分來踢個閘 真的不行 我們是做不到的 任何一個位置 我們都不能放一個這麼困難 那邊可以用科頓 科頓其實有不差的 不差 但是 中鬆不差 你會不會放下去 也不行 你會不會在熱刺那場 可以放入球 你不會 你真的做不到 你的系統 加持去不到這個境界 但曼城是恐怖到可以這樣 但我們今年的系統 已經進步了 我覺得最重要的系統 就是當我們球員狀態有起跌的時候 但我們的限制是維持得到 是可以入球 今年Sala十多場的入球方 當然有雲尼挺身而出 其他球員都有些貢獻 我覺得你總要做到一個機會 讓雲尼先進入 就算今年三大主將在若干的場市 尤其是尾段都會有缺陣 但我們仍然贏得到 這些一定是體系終於慢慢成熟 雖然未去到萬城那麼圓滿 但高普經常都說 每一對球贏球的方式都不同 我們不一定要去到萬城 但我想兩者平衡 他要放棄保華治是一個很艱難的決定 但如果你看回這一季 最終現在我們進步到的一個位置 這個決定應該是對的 如果我們仍然是 如果他留在這裡 我們就覺得那套應該不會變 如無意外 我不認為可以咬到97分回來 就是以那種打法 我們應該在差幾百分的時候 應該崩了一盤 而我們又繼續專心爭歐聯 歐聯仍然看得到OK 因為去年說的那方面是OK的 但亂賽不會是這個的成績 我想其實另一個帖 我看到有球迷就說 這個可能經常都看到 其實第一就是第一 第二就是沒有意思 我想今季的感受又會再深一點 無論是否這樣看也好 有些看法 剛才我說過 第一就是第一 你不是第二 就算你97分也沒有意思 這句話還要是Bill Sandy說 這句話還要是 是啊 但是 我又覺得大家可以從另一角度去想想 其實有時候 有時候足球真的不是那麼簡單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是中立球迷 或者你不是 現在晚上成立的普通 如果你不是這兩隊球迷的話 我也會理解的 可能這兩隊都不關我的事 我只是看哪一隊冠軍而已 或者我作為都不留意這隊球迷 如果你要知道就上Wiki看看 我只知道哪一個冠軍而已 沒有問題 但如果你是這兩隊球迷的話 其實我覺得那個過程 或者內容 不會真的給結果 是不重要的 如果你想像一些杯賽決賽 例如我們伊斯坦堡 或者FA Club 邪特的院舍 你如果說起 如果說2005年的歐聯決賽 你會馬上想到 你會講到這些東西出來 但如果問你2008年的決賽 你未必會馬上想到一個印象 或者問你FA Club 下足總盃 2006年大家會記得 謝達哥的院舍 2009年你會記得什麼特別 老實說 就算你連冠軍都未必記得 所以有時候 人們就說 你的史冊上面 只會記載冠軍是誰 我剛才說 你連冠軍都未必記得是誰 因為反而是內容 那一刻 你會特別有印象 原來有發聲過這一幕 原來有出現過這個情況 就算最後不贏 就算最後你贏的不是你 但是你也有機會 會記得這一幕多過最終的冠軍 所以我覺得 如果是更加的球迷 是其中一隊的球迷 更加應該代入 你想想這個球隊 這一季給你的一些經歷 或者給你的一些感受 回憶 回憶 是不是比冠軍還要重要 如果對於你的快樂來源 或者回憶 只是存在不是冠軍的話 我不會說你不對 那我跟你不是同一種球迷 只可以這樣說 我會這樣形容 就是說 你說的 我以前 偏向 亞軍是Luffin那種球迷 以前 可能是一兩季前 但我覺得今季 真的很 即是亞軍 很不一樣 這個亞軍 即不是說跌了 即可能有些 所謂反利的球迷 就會說 你跌落地 拿回叉沙 這些 但今季是真的 撇除我是一個利迷身份 我會看到 可能是一些 香港的討論區 或者甚至一些大陸的討論區 是一些 反英超的球迷 即是某些KOL 或者一些 萬聯的球迷 即是一些比較客觀理性的 萬聯球迷 他們都會覺得 尼馬浦這麼貴 是很多一些 令人 印象深刻的畫面 即是一些照片 每一 四比令人巴採 那場完之後 你看到所有社交媒體 所有社交媒體 在Facebook 或者那些討論區 全部是很誇張 有些萬聯中立一點 或者一些可能 中立的球迷 全部都是大讚利物浦 英超 也是完季之後 或者是完季之前 很多球迷 都已經覺得利物浦 其實是 即是他們會覺得 是鄧利物浦 可惜 我會覺得是 而且我覺得是 讚又好 罵又好 至少這個 是令到你留下一個印象 即是像你16強 你萬聯這樣 去淘汰PFG 其實這件事情 你可能講很久 當然不關我的事 但是你萬聯 你不會記得那一屆 甚至你未必記得 冠軍是誰 但是你會記得這一幕 好像早幾年 巴採不是反省PFG的 6比1 你不會記得那屆 可能是誰 但是你會記得這一場 或者像今屆 我們巴採這場都是這樣 就算決賽輸比二次 也好 沒有問題 沒有人會記得四比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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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不會記得四比零 這一下 所以其實是 如果你是這隊球迷 其實你想想想 就是 究竟是當中 路途上 給你的回憶 感受 是多 還是最後的冠軍重要呢 還有或者這樣說 我想也挺肯定 十年之後 除非我可能撞車失憶 否則其實巴採四比零 這場真的會厲害 即所謂厲害在目 不會因為你失去決賽 而沒有人會說這場 就忘記了 我想很坦白說 如果你問我 多蒙特那場 幾位像歐霸 我有印象 我會這樣形容 我是有印象 但未至於說 真的厲害在目 就重現眼前 整個畫面 我會很有印象 我會記得 樂夫雲的頭鎚 等等 我會記得 但今季這個真的 哇 是真的 跳了氣室 我在床上彈了 即是那時坐在床上彈了氣室 我感覺到彈王的威力 即是 還有第四球 真是 都是一個很漂亮的偷襲 這些會是 令人更加 更加深刻 或者甚至 英超 你看到以前 看了10 即是 算了0809 這些 利物浦去到某個時間 就會崩盤 根本沒有 到最後 全身 只不過說萬聖 又是全身 有些少許可惜 但你會覺得 嘩 真的 真的很 很誇張 你說剛剛劉卡素那場 2比2其實都已經想著輸了 坦白說 不是 和 不是輸了 我會想著失憤 但最後 奧力志又來 那頭脫 其實會覺得 其實是 今季是令人 突然間人生充滿希望 那球意義真的重大 對我來說 真的 這些幾周對你疑太大 不過其實 唯一為遺憾就是摩蘭露 在最後一場仍然是後備都沒有機會出來 我繼續保持希望 還有一場 但那一場其實我又不是很想他有機會換出來 很害怕 那我也明白 我很理解 我們也希望 因為他贏很多都不會換他 所以其實也不是很大機會換出來 但是這個也是一個很 很有畫面 我等歐聯先生分享 我覺得可以 因為我覺得還有一場 因為這個故事還沒有結束 我跟進剛才大家說的 我想其實這一季的經歷 你可以分兩邊看 就是一些利物浦以外的球迷 看我們這對球這一季的歷程 還有我們自己看我們這對球的歷程 其實都跟我想過往的很多 這些所謂的亞軍飲行其實都幾不同 首先我說回 例如在我的朋友圈裏面 我的成長年代 絕大多數人都應該是萬米 或者亞斯陸迷 其實利物真的不多 我想十個裏面有七至八個是萬米 一至兩個是利米 一至兩個是亞米 只剩下一至兩個是利米 車迷可能要再年輕一點才是 萬成球迷就要再年輕一點才是 他不會是我年齡的人 我年齡的人要是萬團 要是亞斯陸 要是少量的利物浦 我經常都會做一些 好像社會實驗 我經常都會看社交媒體 出一些帖 我看看我哪些帖 是一些利迷以外的球迷都會讚 今年有些帖 就算一些萬迷都會讚 例如我出了一個 四比零反勝巴賽的帖 我寫了一段 裏面有三至四個同一個年齡 同期畢業的中學同學的萬迷 他們都是一些很死忠的萬迷 他們都是由中小學階段開始捧萬聯 捧到現在 就算萬聯到現在還在捧 他們都是很中心的萬迷 但他仍然會欣賞我們這個賽季的這一刻 我覺得這是難得的 即是有什麼是給你一個死敵 都會覺得你那個時刻是很難能可貴的 這一點是更加難得的一個經歷 或者一個回憶 這是其中一樣 其實你看回整個英超裏面 之前不是做過一個調查 哪些隊員想你去普羅冠軍 你看到大部分都是商量去普羅 多於萬聖 這也是正常的 因為萬聖是衛免的 大家都想破紀錄 可以取回一個英超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 我們這隊球 其實也不算會結合很多的仇恨 會跟其他人 其他人當我們踢得很有機會的時候 都會希望我們會成功 這個球迷果難衰了 就是這些位置 所以你會看到今季我想有很多反勝也好 或者整季的表現也好 其實會令到很多就算不是李迷的球 都會覺得這季的譜真的看得不錯 雖然他們暫時還沒得到任何冠軍 對於利迷來說 我覺得這季也是更難得的經驗 我不知道聽眾大家看李迷的年份有多少 有些可能會長過我 有些會長過我 但是除非是長過我 否則我相信你捧李迷的經歷一定是 一定是失落的時間 應該是比李光榮的時間多 這個是挺好肯定的 我想在群組裡面很多李迷都會說 就是如果我們這些球迷是要追逐光榮的話 其實我們這個年代就不會捧李迷的 就是這個是很肯定的 我們不是習慣失敗的 我們是很能夠在就算球會不成功的時候 都找到我們碰這對球的價值 我覺得這個是重要的 但是我覺得這次是有一點點不同的 我記得有個外國網友寫得挺好的 他說我們有一兩次都第二 之後就倒了 很多時候就覺得好像被人打破了 但是他說這次的感覺不是這樣的 這次他說你怎麼說都好 最多都只是 一定不是打破 你最多只是延遲了我們拿冠軍的時間 但是我們是看到那一刻是正在來的 我覺得這個是說得很好 亦都反映到我想大家的想法 就是為什麼大家沒有那麼… 剛才我一開始說失落程度沒有… 可能沒有某些人想像中那麼嚴重 是因為… 例如你說拿上次來比其實不同 上次因為你… 首先你是出其不意 第二來的 就是叫做… 是最後一段大家可能完全沒有想過 沒有預料過的事情發生 然後你… 拿完之後你會覺得… 好像都不是很穩陣 然後可能哪個球星又說要走 又想去哪一隊 但這次你不一樣 這次一來是… 是一個… 整個季的一個… 不是突然說 有機會第二 原來有機會第一 原來不是這樣 還有第二就是 其實你看到球星是… 在訪問中都類似說這些話 當然啦 你說這樣說而已 可能不是 但你們球迷自己會感覺到 像是… 有得下季再來過 所以我也很同意那句 很重要的就是 其實… 純粹你只是延遲了我們的時間 那就看看是下季 還是再下季 記得網上也有言論去拿回 高譜來了禮物店 執教了半季、一季左右 他對球迷說的一句話就是… 不要80分鐘的時候離場 其實… 利物浦經過今季 雖然你說最後都是… 只不過可能拿到第二 但是… 這個正正就是… 第一就是看球的樂趣 為什麼你要起來看直播 而不是純粹睡醒看比分 是因為… 樂趣你就是看著… 你不單是看到… 兩回合4比3 你看著誰先進球 當別人進了三球 又輸1-0 輸2-0 再輸3-0 你是跟著心情 好像看電影一樣 你是要等他去到那個低位 再反彈 你才會經歷到那種… 即是那種差異 那種著弱 你跟你看電影一樣 不然其實你只看… 只看比分可以 即是去到最後 一來是你的感情上 你真的要被他慢慢所帶動 這個體波落出來 二來你說分析 你要分析多些的 其實分析都會說到那種時勢 那種隨著比數帶來的那種優勢 那種時器 即是你看到利物浦在7-8分鐘 對巴塞那場已經進入到一球 然後帶著那種 我們應該還可以的 還可以的 可以踢下半場的45分鐘 你無論從感覺上去看 或者你從多一點理性的分析上去看 其實都是你要看著這種過程 怎樣慢慢去演變 雖然你說利物浦 作為一個利物浦球迷 不是很多很覺得拿到錦標 很第一的時間 但是今季利物浦一個 比到球迷最有趣 或者很久沒有出現的感覺 就是你就算首回合輸給巴塞三嶺 但是你次回合你還會有一種衝動 想起身體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在高普來之前 如果學神第一回合輸三嶺 會不會起身 學神首回合都去不了 那你沒有話好說的 我都沒有一個機會給我嘗試 因為杯賽一招就已經輸了 所以其實對健康是好一點的 其實老實說最後這一段 真的看得挺辛苦 不是過程比賽的內容辛苦 是因為全部都是半夜的 聯賽都是三點開 星期五、星期一 那幾個星期都猶如行屍走肉 還要對你心臟是一個很好的訓練 你不單止是凌晨看 你還要看著2比2 去到最後才贏3比2 我覺得在所謂爭標 或者去到歐聯尾階段這些球 如果還是這麼緊湊 看現場的感覺 你做球迷我覺得你 好像看恐怖片一樣 你就是享受那一刻的心跳加速 和掌心武漢的一種感覺 我印象最深入 今季最緊張的那段時間是哪一段呢 就是入了4比0 之後等完場那段 因為那段保視還要很長 那段保視還要很長 那段保視還要說 怎麼會保六十分鐘 你還要知道那時候只要輸一球 你就再見 所以那一場 如果有第一天看新聞 就是沒有看下去 就是臭女回家 因為他不敢看最後那段 他在完場前已經走了 他在4不年後已經走了 他在這裡要睡了 我不看 因為他很怕最後有機會看到那一幕會出現 你問所有利益 你入了4比0當然是很興奮 因為你知道 你入了4比0才有機會贏 但入了4比0才有機會 你同時有機會面對一個最 你好像回到現實 最惡劣的結局 就是4比0之後的4比1 你有機會出現 我就反過來 因為我覺得 入了4比0 我反而放心 為什麼是因為我覺得 今季的利物浦 或者應該由上季季中 開始《雲地下加盟》之後 其實利物浦是不怕被人攻 例如說上季的勾聯 其實很明顯 如果你看 可能大家有印象 上季勾聯 我們兩次對曼城 其實曼城是禁著我們來攻的 那一陣子是 詹斯米娜 或者好像是韋娜杜姆 或者不斷的球員去補位 我記得有一場曼城是不斷咬著TAA和中堅中間的空位來攻 然後那一陣子是輪流 詹斯米娜 娜杜姆 不斷在那裡掃波 去清波 然後還有很多頭鎚 全部都清晰了 我會覺得是由上季季中開始到現在 我們對著強隊 如果他拿主導拳來跟我鬥功 我反而很放心 我反而是怕他會去打一些反擊 例如說巴塞次回合的上半場初段 他真的有時候會有些 不可以說反擊 但不是半反擊 其實反而我覺得是很危險 我真的心臟是 不不不不 接著去到七十多分鐘 我會覺得巴塞攻 而且我覺得巴塞的體力已經下降了 而且他的士氣是很頹 巴塞有一個 或者是阿根廷也是 有一個問題就是 美斯不是一個打野健波的精神領袖 很難好像佩奧爾 以前巴塞中堅佩奧爾的隊長 可能舒近波是鼓勵 激利花士氣 或者好像利物浦 最明顯就是利物浦的謝拉特 他真的可以 以善喊他之下 不斷激利士氣 我想美斯不是 蘇華雷斯其實理論上應該是 但可能他沒有那種領導能力 巴塞的地位還未夠高 我看到其實那時候 鏡頭去認出所有巴塞的球員 都頂了 都頂了 但對面只要有美斯 我也是很害怕 那是 罰球那一刻有少少害怕 罰球那一刻 又是那個位置 又是三馬偏左一點 不是 但他真的可以射多球出來 你知道 不過你只是看他射不射到 其他時間 我反而覺得 對艾力森 或者對所有利物浦的 但美斯不可以用普通的衡量 你想想 在世界盃 他絕殺你就絕殺你 他不需要理由 他的踢球 他總之在一個位置 他扮過你兩個 你完全沒有犯錯 你沒有做錯任何一件事 唯一的錯誤就是 他不是你的隊友 他在你對面 那時候就輸了 你怎麼可以說 譬如我們作客露營第三球 其實我們輸到2比0 其實叫他撐住勢子 沒有崩盤 在那個位置 其實那時候也不是什麼淘 淘也沒有問題 因為推到那裡也是危險 那三馬淘他 我覺得這樣可以 這是一個合理的做法 那個位置 你打算有六至七巨人牆 七至八巨人牆 再加艾力森在後面 都不一定會死吧 誰知就是放在一個 沒有辦法挽救的高度 角度和位置 那你就三比零 三比零和二比零 是一個什麼世界的分別 你完全是可以感受到 當你出現了球 我在四比零的時候 我不是很敢幻想 如果美斯再在危險區 裡落到球的時候 究竟會有什麼狀況 你掃他好 mark他好 還是放他好 不知道 真的很難搞 所以你們看到利物浦的分別 利物浦沒有一個像美斯 那麼神級的一個球員 這個整個球壇 但是利物浦休勝的位置就是 因為你整隊巴賽 就算阿根廷球隊都好 你都是看美斯一個 他可以你就可以 他不行你都沒有事情做到 你沒有事情做到的 但是利物浦不同 利物浦的那種是 你要得 你要全部人一起得 你才可以 所以你的付出 你會覺得 會影響到結果 但是你作為美斯的隊友 其實你好像沒有什麼作用 他得 他就扭過幾個人 入球 但是你不行 他不行你都沒有什麼用 第二回合都可以看到這件事 首先華為迪本身有他的問題 在部署上 他清晰知道入球是可以的 這個我覺得他知道 沒有理由我們都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 但你全世界都知道這件事 你要想一個方法實現他 他很明顯沒有很清晰的方案 要怎樣在利物浦身上偷一顆 究竟是開球搶 宿後打反擊 讓我們疲累的時候 去趁機偷一球 這些全部都是方法 但你見不到過程裡面會有出現 或者可能他想過但做不到出來 都有機會 這個是領導一定有問題 而這隊巴賽 雖然上次我都說過 這隊巴賽都是現在歐洲其中一隊 我想很強的一隊 但我也不能不否認 這隊巴賽已經慢慢比不上 可能是夢一夢二夢三 甚至一四一五的巴賽 還有MSN的年代都一定比現在這個強 我也肯定是 我肯定是 那個強是第一個人能力上 真的老了一兩年 你見到美斯第一回合 真的拼了一條老命 想著一個回合就搞定我們 他都完成了九十幾巴仙 最後是單比利幫他查過他 這個是他絕對能力上仍然 但他不可能長期保持到 還有作客真的會差一點 蘇勒雷斯把力在 但那個體能真的不行 現在你看到蘇勒雷斯 就算在露營七十分鐘起 去到第二場作客 其實六十多分鐘之後已經不見影 唯一你見到最大的威脅就是 下半場一開球 那球半單刀都射不進去就已經沒有了 那他們兩個沒有了 不但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們兩個是不防守的 變成了八個人守 接近十個人 即巴賽的球要是 你如果前面兩個人進不了球 那你就是負累 而不是幫到手的一個人 這個情況是你見到 在那一場球我們入到第二球之後 就已經變成一個這樣的局面 即是那兩個人都背不起這對球的時候 其他人就好像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只是會看著那兩個人 鼓天龍去到也沒有做到核心的效果 中場也沒有了沙維雷斯 但這些很核心的球員 去保持整場比賽 現在你見到 他們就真的要靠前面的球員的個人能力 可以就可以 你只要記住他 或者他真的沒有氣 或者氣勢已經壓著他 那他就玩完了 這隊巴賽的脆弱的位置就是這裡 相對於以前的巴賽 例如高地歐納的年代也好 或者MSA年代也好 他的個人能力比現在更恐怖 他還有尼馬 尼馬 尼馬當然有多不喜歡他也好 他是最年輕的那個 他是一個去到七八十分鐘 八九十分鐘 仍然可以一個人扭你兩三個人 那如果你想想 那場球如果有尼馬 一個這樣的級數的球員 其實賽角都可以很不同 他博一球罰球 美斯寫一球 我們就拜拜 他博了十二萬我們都會輸 中場固然沒有尼馬 例如這些控制著節奏的人亦差了很遠 現在只剩下保試技師 其餘那些有排都未升上去的水平 當然以前麥丹利爾那些都是很升級的球員 現在當然都不去到那些水平 當然反勝巴賽是一個歷史上一定會記錄的 但平心而來這套巴賽已經是弱化了的巴賽 如果是三數年前第一回合我們輸三比零 奇蹟應該是不會出現在我們身上 我覺得是很難 比一次會更難 難度會更高 所以我們一會會討論巴賽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印子 所以第一次來到這裡 我們一會再繼續講下去 回到第二節 剛才我們就已經有一個引子 其實會說巴賽那一場 因為這兩回合來到季尾來說 都算是比較值得多討論的一場比賽 剛才你說到巴賽已經沒有幾年前那麼強 但其實這首回合我們都是收了三球 我看球台講過的 果場當然看結果就是慘敗三比零 但其實你看到果場的內容 整個比賽狀況 我覺得我們的表現是不差的 只不過是把握不到機會 其實強隊對碰就是這樣 就是講把握力而已 你把握到的 巴賽首回合就不是領先 其實到這次回合也有很多機會 也有兩三次好機會 或者很好地的機會 但它辦得不到 這個便是有結果 所以其實第一場之後 我又不算說很悲觀 因為你看到比賽 我們是製造到機會 那你做下巴賽也是製造到機會 回主場怎會製造不到呢 當然 後來你出現了 原來Sara是傷 出不到 那一刻的信心 我相信大家都會再低了一點 但是總括來說 我又不覺得十分意外 你們怎麼看呢 我說回一點點陣容部署的線 因為很多人質疑第一場 為何要這樣擺 前線的組合 當然費命路在季尾這樣傷了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是挺突然的 其實之前沒有什麼特別徵兆 你說他是不是特別消耗得盡 很累 至少他受傷前的兩場 我又不是那麼覺得 他又不是在場上被人踢傷 就是訓練 已經傷了 之後就一直傷到現在 當然他的傷勢 其實場情沒有怎麼報出來 但是總之那天的高普就是在作客露營的處境之下 他手中有很多前鋒可以用的 亦有很多組合可以用的 大家又選擇了威勒套姆打中鋒 或者打一個艾九號的位置 其他位基本叫做不動 那時基達都沒有傷的 基達仍然會是基達 軒達神 和法斌奴在中間 你問我 我明白高普這個做法的理念在哪裡 因為你作客露營 如果你想打法保持著 各個球員都比較不需要重新適應 那你只可以說是 希望換內那個人 他少了的部分是最少 他比原來那個人缺失的東西是比較少 那就應該大家容易適應一點 如果你把威勒套姆代費明盧的理念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保持了中鋒的迫搶能力 和防守能力 和少量的拆任能力 你是沒有了背心和賣門 和一些小組的組織 如果你不是放威勒套姆 那你的擺法可以是什麼呢 你可以放奧力字進去 你可以把沙拿放在中間 你可以把史獨力字進去 但這幾個選擇 各有他都可以有很大的問題出現 奧力字那天何輝在賽後說過一件事 他第一場在輸到3比0後就換到歷史的時候 他覺得這個換人不會有太大作用 因為其實那場球是很講求一些 很多技術的東西 尤其作客 巴賽你不可能打到很多氣勢 大家是一個很足球意識 技術 球技的一個比拼 奧力字在這些位置 其實他是沒有去到那個檔次 去到其實如無意外 如果放在他打正前 就會有很多失誤 很多失去控球權的東西 甚至如果你看回這幾場奧力字 在前面的迫搶 所有東西他都好了 在桂尾 但防守是不合格的 最後對狼隊為什麼下半場要換出來 他在前面守不到 所以被迫要變回4-4-2 雙箭頭就算了 狼隊下半場 就是最後一場的時候 你如果出奧力字就會有這個犧牲 還有我想那時高普也覺得 奧力字應該是放 那時還沒進兩家素果球 那時你猜不到他那麼神 你也猜是最後拼出來的一個棋子 所以他不會放正選 施奧力字不說 施奧力字是等於養一個防守球員 技術上我覺得他會合格的 在前面組織上合格 但是你又不會想在巴塞作合的時候 你會有很多控球 即是你不會出奧力字的位置 Sala放在中間 Sala放在邊 都可以 但是你見到那天 高普很明顯 是把Sala 有一個責任 就是要在反擊的時候 拉邊 把朗格勒拉出來 然後在單對單的位置欺負他 然後轉身過去 這樣做機會 如果Sala要去中間 他又沒有這個功能 而且他會消耗太多體力 他也做不到反擊 你用排除法 去想這幾個人 其實都不合適的時候 威娜杜姆其實算是 叫做Lesser Evil 在很多個都不好的選擇 其實是虧得比較少的選擇 其實在上半場我覺得 其實是還好的 整場我覺得 雖然大家都很批評 很重要 但是他個人的表現 以他這麼多年都沒有踢過這個位置 或者這樣伸手上 其實我覺得防守交貨 拆應一兩球是OK的 不過有些賣門真的不行 那沒辦法 那就是前鋒來 沒錯 你作為高普 如果你是作客 先不要說巴賽 你作客 你應該是防守要做得好一點 然後希望透過利物寶 最擅長的反擊 尤其對巴賽的時候 你應該選擇一個選擇 是你的錢 大家都知道 費明龍在防守上的工作很重要 你作為費明龍 你選擇誰去替補他的時候 你應該是選擇一個防守 是不會跌得太多的球員 反而你進攻犧牲很多 未必是一個 那麼大需要在意的東西 因為你還有文尼和沙拉 可以靠多一點的反擊 那韋娜杜姆對比剛才Sunny說過 使道烏力寺 你看烏力寺對狼隊 永遠都是阻止不了對方放長全日之 他最好笑的是 他經常看著沙拉 你不是要迫搶 我不是要迫他 他很多球都是這樣 其實你都練了整個圍 他想要迫對方的盧門 他想著不用迫中堅 至少選韋娜杜姆 是一個防守上犧牲得最少的球員 所以其實 賽戰來看是合理的 我想絕對認同 如果出 假設 如果出使道烏力寺 或者是 浩力寺 其實進攻上 可能對比 廢明露 可能分別未必真的太大 但是在防守上 特別是史多烏力寺 史多烏力寺 不是太會防守的球員 你沒有了一個防守 即是你會是 你前面是沒有了防守 還有其實很多時候 如果你說打4-3-3的時候 我會這樣形容 就是說我們其實不是一個好 跟上季或者是以前的4-3-3 其實不是太一樣 就是說 當古天奴在那時候 史多烏力寺 前鋒就是一個前鋒 但是今季 我們的4-3-3 其實很多時候 廢明露是 回到一個類似的攻中位 其實感覺上 我們的陣容是 類似一個4-4-2 是一個鑽石形的中場 或者一個靈形中場 廢明露是類似一個 所謂的攻中位 即他是攻中和9號 即是因為他體力比較OK 那會是一個10號位 一個9號位 不斷的內留會 他會做很多 即是在10號位 或者是在9號位 他會做很多的防守工作 而如果沒有廢明露 這個 沒有廢明露的情況之下 當啦 出史多烏力寺 根本史多烏力寺 他只可以做到一個9號會 他根本做不到回到10號位 即是先不要計他有沒有一些 即是產節 他在體力上 都未必回到中場幫忙 有一個協防 而奧力寺 好的史多烏力寺 對比廢明露 是完全兩個檔次 如果是出一個 本身以前打過 公中位 即所謂公中位的 韋娜道母 其實都算合理 我們很多時候說 鬼魯道母 其實這幾季 這一兩季 在利馬浦 是不適合 即是不太適合 入球 但其實不知為什麼 其實去荷蘭國家隊 其實他都叫做 未知為入球魚馬 但也有不少幫助 所以他 打這個位置 是不是真的 入球會下跌得很多 如果你說在賽後看 當然他在進攻上 進攻入球上幫助不大 甚至是接近零 即是難聽一點 他漏了一球很漂亮 是米辣 把握不到 當然他也要打破了一球 在下半場的時候 但是 我覺得替攻來講 做到這樣差不多 你可以怎樣 始終都不是正前方出身 但他在防守上 即是迫搶 其實做得OK 但另一個小問題就是基達 其實很多時候基達相助 對高普在賽前的部署 其實影響都很大 都叫做上半場中段 或者是粗短 20多分鐘 我想 變了很多東西 是高普有些意料不及 你可能會想像 很難想像就是傷他 其實基達很多時候就說 沒有基達 我們的推進 即是前場的組織 其實是弱了很多控球 另外一點基達是做很多的逼場 其實很多時候 例如說對車路士那場比賽 聯賽講的 逼場得最多 除了廢命路 發品路 就是基達 其實這些球迷未必會 可能剛好留意到 或者對 好像是班尼米牛夫那場 都是基達的迫作很多 我想是 有一點點打亂 即不是 我們的賽前部署 其實沒什麼問題 當然對方的板力強之外 還有是因為基達傷了 令到我們有一個 打亂了我們的部署 可以這樣說 始終我們不像盲城 任何後備陣容深厚 可以去換什麼人 傷誰都無所謂 可以有其他球員頂上 我們未至於去到這樣的情況下 所以我覺得是 如果你說在賽後看3比0 當然是不開心 但是賽前的部署 我會覺得問題不大 始終肥明豪雙對我們影響很大 用韋娜道母代替 都算很合理 應該這麼說 甚至我想不到 即除非你說 真的要在 高普的目標 一定要反過來 在首回合 狂攻巴賽 要數他3比0 不會 應該不會這樣 所以 找個防守為主的球員 很合理 只不過是說 對方的把握力強 美斯那個佛球 就是沒得救 第一球蘇瓦雷斯 其實都入接很漂亮 一瞬間就這樣入了 是高質的 我會這樣形容 如果你說 我自己是一個蘇瓦雷斯的球 我會真的會說 我只可以說那球 不是艾巴那球不會入 不是蘇瓦雷斯那球都不會入 而那個位子的傳中 今年我們面對過千千八百這麼多球 十球有八球我們都是清了 是他交到和走到才可以入 對方是連射門都沒有 十球有八球 只剩下一兩球 我們會迫到他去一個更加難射的位置 先射 他會起到腳 但不會入到球 我想這個是真是 如果你說 看重播 即是一瞬間 即是一瞬間 即是都 即是我想 你只可以欣賞他做得到 那球 即是沒有問題 但除了沒有那個位置之外 我想那場另外一個很大的爭議 就是遊閘的使用 其實應該是TA 我猜應該是有商在新的 所以他才不出 我猜可能才不出 我不知道會不會 但之前之後我就不覺得他有商 但他之前有商過 他之前那一場對赫斯飛都出 他就預早換了 換了5-20分鐘 高尾斯出來 這個就是高寶 每次如果打算用那個球員 他之前那一場就會準備 5-20分鐘 給他出一出 好幾次留意到 但問題是 這一場突然間 去用高尾斯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 你說兩樣 爭議性 或者是 我有個看法 其實這個 你覺得這個也是 你問我 如果從結果去看 我就覺得 高尾斯是沒有效果的 即是他有 我會覺得他是有想法 即是他有一個想法 在裡面 但效果是不理想的 那個想法 我覺得 我會有兩個原因 可以想到 有機會是這樣 第一我覺得 就是 TA的體力流放的問題 我覺得 高普那一刻 可能會覺得 這一場 其實我不是打算主攻 我打算穩守為主 前面拼反擊 TA是要用來打聯賽 和下一場主場 因為他連續三場 應該就不會足夠體力 其實這個也講過 高普之前也講過 TA這個年齡 是不適合不斷一週兩賽 他的體能未成熟 到好像 沙拉和文尼 那些不斷狂打都沒事 那樣 他真的要休息 他要是休息 他要是去 例如最後15分鐘 早點會不會出來休息 要是整場都被 高美斯踢 或者被米拉踢 之前他都在 最後兩三月都做過一兩次 他會這樣做 這是第一個想法 我覺得 他的體能上的流放 當然 他做得這個流放 他一定知道 進攻上的犧牲 他也不是傻的 我們都知道高美斯根本不會攻 當然也知道 反擊能力也會碎弱 你沒有了一個 右邊放直線的助攻手 沙拉基本上很難踢 也沒有人會幫他拉空 這樣就被人圍剿 沙拉就是 還有艾巴會事無其量 上來助攻 這些全部都是他預算之內 但他仍然可能覺得 在體力流放上 他之後想打招一下兩場 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 第二就是 我覺得在防守上 他出高美斯是有些部署 他那個防守的理念 就是他前面會打逼搶 他不是打縮後 逼搶的話 就是逼對方放高球 對位的話 高美斯就會對 古天奴或者丹比利 如果對方出丹比利 出高美斯就是身體對抗的問題 盡量在鬥走的時候可以硬一下 如果對古天奴 就用新高去壓住他 即是當高球過來的時候 就要頂回頭 然後撿第二點 即是我覺得 如果他的理念 就是前場要壓 逼對方放高球 後面的人要夠高 以及要吃得住對方的前鋒 那就要閘 加兩個中堅 都是壓到對方的 拿第一點的人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另一個想法 但當然 這個想法 在索羅利斯有了第一球之後 就已經不太存在 因為對方根本就不需要這樣打 他就是不需要打反擊 他就是控制球 你要壓上去 拿球之後你要攻 但是你要攻的時候 你沒有基達 你前面是韋娜杜姆 你右邊是高美斯 你拿著球 都是自己浪費自己的時間 比製造老機會多 這個當然都涉及到 其中一個大家都有批評的 就是當基達相出之後 究竟要怎樣變成 這個呢 我都自己想過 這個是很難做的一個決定 尤其你是作客的環境 你怎樣變成呢 前面 如果你抽起韋娜杜姆 將韋娜杜姆放回中場 那就是前面你會用攻擊手出來 我之前已經說過 那三個攻擊手在防守上面 都是黑洞 都是有很大的缺陷 那就是你要犧牲前線的壓迫 去填中間一個位 而中間的位置 都是沒有什麼創造力的 因為你衛生杜姆落得差不多 那你換米娜出來 就是中場沒有變 前線當然也沒有變 那創造力那裡是沒有離譜的 因為你球邊是沒有一個可以替代基達的人 除非你變個陣 我都想過會不會變個4-2-3-1 就是前面放多一個攻擊球員出來 但是譬如韋娜杜姆是打進攻中場 之後沙娜放最前 之後沙基利放在右邊 其實這樣會不會可以呢 但是其實你看回這段高譜 其實4-2-3-1是不會再用的 那個4-2-3-1只不過是一個 貴中的過渡方案比 和法平和適應 其實之後他也是死硬要保持4-3-3 所以在4-3-3這個基礎之下 就是利用高譜的心態 其實他可以變的位置是很少的 而變出來當然也不理想 就是一個防守還好 進攻死火 還有我覺得基達相出最大的影響 對那場的球賽是什麼 我們沒有辦法可以拉慢來踢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控球 我們一有球就要攻 攻完之後交換控球拳 我們要逼 這樣的踢法 我們是很損耗體力的 尤其是在巴塞的比較大的球場 巴塞的場比岸菲露大 我記得之前聽 Anfield 12 他們的球迷會 請了陳公子上去說 他們說的數據就是 腦型是 104碼 岸菲露是 100碼 至101碼 大概長3-4碼 長到長3-4碼 中間其實在球場裡 尤其是對著美斯的球員 大很多 你見到第二場 我們就夾 那顆球夾 他容易夾很多 因為空間少了 其實他拿球 我們就快點進去 腦型就比較難 在我們要長期高壓迫搶先 可以抵消到美斯之下 去到70分鐘就沒氣了 那兩球球是怎樣進去的 我們輸了兩球 就是美斯看到我們的速率低了 他就進去一個最危險的區域 做盆扭 製造混亂 之後倒計 第一球 第二球 繼續盆扭 犯規 如果不是基特組斷雙出 我們的體能流放是會好一點的 這個都會是幾關鍵的 一來 講回右閘的問題 你始終歐聯有兩回合 你高美斯和TA最簡單的分野就是 攻守一個攻強一個就是防守強 你有兩回合是賽事 還有首回合是作客 自然你在右閘位 沒有太多球員選擇的情況之下 你應該放回防守為主 第一回合 由你對中間對紐卡素落 那你就放TA出來 而且那場對紐卡素很重要 所以其實放高美斯在那個位置是一個 合理的選擇 剛才也說到 無論對古天奴和丹比利好 你作為高普 你賽前去預計 你作為高普 如果是放古天奴對著TA上可 如果你放丹比利的話 對著TA TA的單放能力不算很高 你想想之前對沙夏也好 或者是對其他 例如有時對曼城 桑妮也好 他單放能力不算給予人信心 那場還要是作客 所以其實犧牲了TA給予人的進攻 反而你去做一個防守 是一個很合理的 那場是要打得保守一點 由你提到基達的問題 或者前鋒的問題 現代足球 很重要的是 防守需要有三個屏障 由最前的前鋒已經做到屏障 無論是前鋒一個 或者是兩翼 或者是攻中和前鋒不斷走動 形成第一度的屏障 然後才有效保護到中場 中場才有效保護到你的後防 但是 利物浦當日就是 一來已經沒有了費命龍這個選擇 二來 當基達傷了的時候 你要去選擇 究竟如何移動你的中場線 但是 你前場的防守 就算做得不錯 也好 你中場沒有基達去做迫場 尤其作客已經是慢了 你看看米娜下半季 那個變速的能力已經是弱了 你說他可能體能上 那個最高的速率上 未必有很大的下降 但是他的靈活性 他本身靈活性已經不高 英格蘭球員很明顯 但是同一時間 他的體能已經支撐不到他那種 去做加速 或者突然間去轉向 那種的速度 變成他在迫場上 亦都沒有了以前那種靈活性 變成你基達傷了的時候 在利物浦整個防守上 是吃虧了很多 但是你始終 利物浦 所以說來說去 我們右閘要賣人 我們中場都可能還差一個 所以為什麼下季 可能 估計回來會不會有位踢 就是因為 利物浦右閘始終 兩個球員 他年紀比較輕 那個優劣比較明顯 而且他的體能 不算支撐得很好 而且高美斯 其實是剛剛復出的 他的狀態 都未必是去到十足十 其實那一場 是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只可以說 所以這個項目就是這樣 本身你這樣的說法其實是對的 就是說一個攻強手弱 另一個其實是手的分別強很多 如果這場球在半年前 早半年踢 我覺得是的 很同意 但問題就是 這一場的時候 高美斯已經幾個月沒有勝選 踢過一場球 第一 第二就是 TAA其實 他的防守 我覺得是有進步的 你看回 剛才你數的例子 固然是 但是那些 例子已經發生在 季初 甚至上季的事 其實他 去到季中開始 我覺得他的防守是有進步的 很少見到他 是真的被對方一個球鳴欺負他 是欺負到的 我這樣形容TAA就是他的體力 如果沒有記載 應該是聯賽隊溫福特那一場 就做個拇指氣法 但他之前其實是 偷舊 那場比賽就突然 連續做拇指氣法 我覺得TAA 可能還是年輕 他的體力 未必是可以應付到 不斷地一周兩賽 不斷地一周兩賽 所以 你要給他 即是如果你他偷舊的TAA 其實防守 我會這樣形容是合格 未必說好像佳妮 或者艾斯派古拿 車樓士那邊 那邊 防守真的那麼強 但至少你要 說過他就過去 我覺得就不是 所以我覺得 如果TAA沒有傷 如果你問我馬後炮 我會覺得 我寧願把TAA 如果他不是傷 你又想保留他的體力 寧願把他放 劉卡素那一場 可能用高尾斯 但不行 我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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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之前赫士飛那場 為何要出 5比 赫士飛是不應該要全隊 才贏到的對方 如果他還是要全隊才贏到 那就不好意思 不過我覺得 他的部署是 TAA應該是 第二回合翻眼飛的 很重要的旗子 他要一個很新鮮的TAA 因為第一場巴賽 之後再劉卡素 再一場巴賽 你就連出三場 就是 就算你投了 赫士飛 其實他也會連續打了 三個九十分鐘 其實他還是頂不了 這個可能是其中一個考慮 我完全同意 體力流放上 他在赫士飛那場可以做好一點 儲備多一點 但我覺得 由於他覺得 在劉卡素那場也太關鍵 你看爭標的確是 因為失分 我們最大的危機 都是那一場 那場是沒得留 而且時間的休息 是我們這段最短的 就是打完週中 之後 在一個星期六日 半夜的時候打 之後就要打下一個歐聯的早場 就是前一天的比賽日 其實那個休息時間真的很短 所以高普的理念 可能就是 我真的要休息他第一個回合 然後去吵他兩場 就是那兩場要拚命 當然 他想著應該沒有虧得那麼多 誰知道 所以他想法我可以理解 但效果不理想 因為我想說其實除了這個防守 其實因為現在 其實我知高普都知道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是他想出來一定是知道 但其實現在後衛不是真的說防守 前鋒不是只說入球 大家都知道這件事 我們有看日報都知道 後衛甚至集的賣點已經不是單止說防守 其他作用 當然你說他在防守上 單論防守 單對單或者爭頂之類 他未必夠高尾才好 但整體來說他的作用 你看到在右路 我覺得他的作用 一定是比高美思更加 他基本上是核心球員 沒錯 是核心球員 所以你在大戰的時候 不必要地 動作一個核心球員 這個賭博 我明白 我聽你講的 其實他的想法是 有他的道理在 但你這個賭博 如果最後失敗了 你是會面對一個批評 而且那天其實高美思連防守 做得不好 這個才是最嚴重的 只是因為他已經幾個月 沒有踢過正選一場 如果你說他沒有的 這幾個月都保持正選 沒有傷 我覺得你突然一場 去針對性的調動 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 但你將一個幾個月 沒有踢正選復出的 他有幾場後備 但是你突然間這樣 做一下巴賽的時候 給他正選 這個賭博也是很大的 所以就 我想 首回合差不多 次回合其實 有沒有特別 什麼想補充 因為其實剛才都說了很多 但有沒有說 次回合有什麼特別想補充 我想其實 其實很幸運 其實次回合 如果計算上半場 雖然說我們入了球 即是叫做 拿回一球 但其實那場沙基里表現得差 尖士文賴其實也很差 那 突然間 應該是羅伯承傷 應該是傷到沒有辦法繼續踢 所以變了突然間換偉拿道武出來 那他 我想這個是 有一點點幸運 就是 偉拿道武一個可能踢得差的 他就放回去左後位 一個位 變成一個影響沒有那麼大 然後偉拿道武都比較清新 就是 有時候有些事情 就是天使地是人和 可以 突然間 贏4比0 就是我們固然有補處 但有時候也有少少少 如果羅伯承不傷的 可能真的未必 就是沒有越過了 所以足球就是這麼奇典 好像是05年決賽那種 即使你首回合雙基達 但是你 就令到電視差了 但反而你次回合雙基達 反而又不是這樣的結果 對 挺有趣 這裡我也想再說一件事 這裡我想引用摩連奴說的說法 摩連奴其實最近很多廣播 大家知道他的廣播是不錯的 其實 正常很多 你會發覺 雲家和摩連奴廣播 其實都很不錯 大家有看 其實有關於那些 所謂很多名宿 當然 那些名宿 旁邊都是廢話的 基本上 利奴的名宿都是這樣說 很多都是廢話的 但其實那兩個教練 真的有他獨特看到的地方 摩連奴那天 他說了一件事 他說 這場的勝利利 其實都不是說什麼戰術 也不是說什麼部署 這個真的是一個 他們的 mental 或者是一個鬥心上面的鬥智上的勝利 而這種勝利 這種方式 他說是屬於高普的 就是只有高普的這種個人魅力 這種執教風格 這種 導致球員的能力 才可以實現這種奇蹟 他在流程中 他都預測得很準 他在上半場半場的時候 他就預測 就是現在 利奴是撿著一球 巴塞一定不可以讓利奴贏到2比0 因為 當雁肥洛到2比0的時候 雁肥洛就會瘋 就會瘋 因為 1比0和2比0 其實那場球 我覺得 1、2、3、4、4 第一球和第二球是最關鍵的 當然球一球都可以說是關鍵 但你那四球裡面真的要重量 第一球如果不是頭15分鐘就能入到 那場球不會是同一個故事 一定不會 入到第一球 感覺就是什麼 第一個感覺就是 我們今天能入到球 二 我們之後只需要入兩球 但是我們有80分鐘的時間 80分鐘入兩球 不難 主場 原來巴塞是可以攻破的 不像第一傳回合一樣 攻擊都不入 第一樣 第二 部署也可以說多一點 上半場我覺得 對球是另一個成熟的地方 就是我們其實攻得不太順 但我們攻得不太急 我們不會亂來 我們不會是一些很幼亂的球 就是我們入了第一球 我們要封蓋上去 攻第二球 就露了很多的破綻出來 給人們反擊 其實沒有 我們仍然都是沉住氣 慢慢的機會 你看到就算在過程中 有時候人們都叫後面 你不要放那麼急 讓我看看我先走 你不要亂來 你不斷給我控球權 對方是沒有用的 那麼在 入到第二球 是很關鍵的是什麼 因為第二球一出現 岩菲露的球迷或者球員 眼中就會覺得 反勝真的正在來 因為你只要一路不出現第二球 其實我們的時間 就不斷在消耗 你就覺得來的終點是越來越遠 但你現在入了第二球 你就會覺得 就算最後一分鐘 我們還可以入一球 就可以加時 這個感覺是很不同的 所以一到第二球 整個岩菲露已經瘋狂了 第三球是怎樣 就是開球 第二球就是開球兩分鐘之內 再逼回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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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段就是 上年我們打晚城 不是 有一段的逼搶 會令到對方 突然間迷失了 那段就是巴塞迷失的 那兩分鐘 他就失了兩球 這就是摩尼奧的分析 但我想說的就是 他所謂的高普式的一種 的勝利 究竟是怎樣來的呢 大家如果又一直跟著高普 在這場 前前後後的那些講話 你會看到他用一種 怎樣的角度 或者方法去激勵他的球員 去面對一場沒有退路的生死戰 這些激勵方法 每一個教練都不同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 但高普這個方法 其實他由 他入主力入浦開始 他就已經一直在用同一個方法 在不斷灌輸同一樣的信念 給他的球員 其中一件很重要 他跟他的球員說的就是 我還記得他在 歐霸決賽的時候 已經說過一次這樣的說話 或者去年歐完決賽的時候 也說過同一番的說話 他跟一些球員說 我們這個球會有很多輝煌的歷史 但是我們不應該再回望那些輝煌的歷史 你在這隊球會的價值是在於什麼呢 就是你要書寫新一頁的歷史 你要成為這個球會的傳奇 是你自己的表現去爭取回來 這個我覺得就是一個 對於這個世代的年輕球員 或者當打二十多歲的人來說 是一個最聽得入耳的說話 你在一隊禁歷史的游家球隊 你不是活在謝拉特的影子之下 你不是活在托利斯的影子之下 你是威納杜姆 你是沙娜 你是文尼 你是你自己 你踢得好 是你在這個歷史裡面留名 你不是為了我們之前的光榮去做任何任何的事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你對這個世代的年輕人跟他說 我們有什麼輝黃的歷史 我們要承傳什麼什麼 不是說不行的 這些都有歷史的遺傳價值 但是我覺得最聽得入耳的一定不是這些說話 你是肯定他 他是有獨特性的 他是一個不是前人的繼承者那麼簡單 他是一個開創新一頁歷史的一個人 這次也是這樣去跟那些球員說 就是我們有很多反省的歷史 但是這次的反省也是我們獨特的 陸虎仁在賽後也受過訪問 他說過一個team talk 就是高普最初在開賽前是怎樣說 他都說他很深刻印象 就是說你要有一個信念 就是你是會入球的 頭十五分鐘可以 就算你頭十五分鐘不能入球 頭十五分鐘不能入球 頭十五分鐘不能入球 去到六十五分鐘 六十五分鐘 六十八分鐘 你都仍然要相信自己會入球 你最終都能入球 你最終都能入球三球 為什麼 因為你有這個信念 你相信自己能做到 還有岩菲露會在後面會回合你 這個我就覺得是 他既用了一個鼓勵球員 他鼓勵球員的一種的手段或方法 就是相信自己 以及灌輸的信念 這個也是把信念連繫了 跟我們的傳統在一起 我們的傳統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球迷 由開球那一刻 我們就會相信 我們的球會就會反省 你看到那天 第二回合 那段 那個聲浪是多麼厲害 我想應該是我們新家見看台之後 最厲害的一次的會歌 開球 如果你看到那些Friends TV 拍到那些現場的片段 那種的氣氛是厲害的 開球只不過是第一、二下埋牙 不知道是發芬奴 不知道是剷了美斯一腳 還是羅伯神和美斯有些小爭執 大家已經狂喊、勁鬧 哪個人跟對方好像有些埋牙 就不斷在唱那個球員的名字 這個氣氛你可以想像 就是這些是我們歷史的遺留 這些是我們累積了幾十年的信念 但是高普是可以把這兩樣東西結合在一起 即是既 在講迫害到球員個人的一個動力 同時結合到我們在歷史上很多 很優秀在歐治的傳統 加在一起才有這個奇蹟 所以我很少同意摩洛羅說話 這次我對 這個的勝利是很獨特的 你說在 摩洛迪斯我也很喜歡 但摩洛迪斯可不可以帶出這個勝利 我覺得未必可以 他們的性格是不一樣 我覺得是 是高普這種特質 尤其還要是3比0落後 我覺得 你說近一點的比數 可能效果都沒有那麼明顯 真心的 你3比0就真的沒有退路 而且你不需要想太多 這個就好像 由於哥德奧納說 1比0跟0比0的想法一樣 當然他最糟糕了 但我們說的是 你輸3比0 尤其那麼多後備球員出來 當然不用想 你沒有保留 因為之後那場你當然不用踢 之後你就是搏這場 你整季最重要的賽事 或者你整個人的生涯中追蹤了賽事 就是這一刻 你就搏盡 而球迷也能給你一個無限量的支持 你看回那天 我記得有個數據 我不知道去到60至70分鐘 說過跑動距離 你說普全隊是比6公里多跑 如果是這樣的跑動距離 你不是在一個主場氣氛之下 其實是不可能保留的 其實是不可能保留的 你為什麼那些人跑得都不累 為什麼好像有無盡體力這樣 因為在一個氣氛之下 你是不會覺得累的 當然你一直追上來的 神像戰術不斷升 也不會覺得累 但是那種由一開始 已經是沒有停止過的 立喊和支持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這件事其實就是我們的勾戰傳統 這就是我們的歷史 所以我覺得這個勝利的獨特和珍貴 就是他在眼尾出現 還有那裡是巴塞 還有那個隊伍的精神 我覺得是很強的 在那個過程裏面 而且是一種很快的一句 就是Lever Give Up那種感覺 就是我們入完第二球的時候 其實對方的門章 他已經是抱著那個球不放 然後韋娜杜姆是衝過去 他好像是打劫的 他硬撐他的球 就是其實 我想這種是 可能你說其他比賽都會去搶那個球 但是對方 就是如果我想是一個 未必是一個禁的比賽 就是一場普通聯賽 對方可能抱著那個球 死都不放 死都不放 那你會 大家會搶 但是 我不知道是韋劉杜姆 很大力還是怎樣 但是會看到是 對方最後放棄了 被韋劉杜姆搶了那個球 然後再去開 就是很快開球 我想是 這一刻 可能 如果由 當時這樣看 其實 未必真的 可能就是 沒有想過 就是這麼快被你搶了那個球 其實就會輸第三球 我想是 有時候有一些 很小的位置 我不記得是韋劉杜姆還是奧力志 第二球 但是我個人覺得 韋劉杜姆 反而 更加引證到Sunny所說 高普給球員的信念 是入了第三球之後 奧力志的反應 當第二球 巴塞的龍門 但是史特根 還會抱緊 那球 我不讓你快開 因為我覺得我還有機會贏 但是去到3比3 巴塞其實還沒有輸 只是和 對巴塞的門將已經放了 扔出來了 你看到被韋劉杜姆已經輸了 奧力志 奧力志就過去 這次不用爭 我自己拿著球 拿回中圈就可以了 你看到球員 第二球 因為我們還要爭 第三球 其實叫和 但是雙方的反應已經不同了 就已經看得出 高普對球員的士氣 另外一點就是 高普這樣用 也有他去照顧到 那種球員獨特性 以前說歷史也好 利物浦現在陣中最年輕的 真是利物浦屬地球員 其實真的 跟其他陣中的比較出名 或者地位比較高的球員比 他的地位很小 但是 當其他球員 可能是 從其他 甚至其他國家買回來 你說真的跟 利物浦的歷史的連繫 不是說沒有 但是跟以前沒有那麼強 變成 真的要他自己去寫 寫下一頁屬於自己的歷史 不再是 吃著以前的人的那種歷史 因為現在的 他跟利物浦的歷史 的關係 還未到以前那麼大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就是 高普 我們其中一種 他不停 可能會對他一種 不滿 或者批評 他不是一種 要求球員 或者球隊 像哥迪奧娜那 那種高度 有組織性 有系統 但是他的魅力 就是他用一種熱情 也好 去彌補這種不足 或者高普 是用他這種 passion 他用心中的火 去令到球員 即使球員本身 自己不是一個最頂級的球員 但是他可以令到球員之間 那種合作 去彌補到那種 可能默契未必是最頂級的 或者他們的組織那種系統 未必是最高度有組織的 這種是高普的特性 高普是 他不是走那種 每個球員 可能彼此之間 一定要 尤其進攻上 防守上 可能他迫搶有 希望球員之間的位置 距離有多遠 但是你說 組織上 是不是一定要怎樣 很明顯的 例如說 一個三角形 兩個三角形 在邊路組織的時候 球員要這樣去做 走位 他不止有那麼高度 要球員去追蹤那種的走位 那種的全球 但是他就是用這種熱情 去令到球員 自己都相信 以至他發揮到 可能大家走多步 跑多步 你說整隊 跑多了六公里 你除了開 每人跑多了五百多米 六百米 那裡差不多幾多個場 來回可能兩三個 高普是用這種方式 去令整隊球隊進步 很難去比較哪一種更好 但這種是高普獨有的方式 我同意 不是分高低 純粹是大家不同的方法 如果Ruffer可以不可以 他用這個方法是未必可以的 但他有他的方法 所以這個真的是不同領隊的特場 去做到一些事情出來 這場入到決賽 現在知道會對熱詞 但是你們又怎樣看呢 熱詞這場 或者有沒有簡單 幾分鐘展望一下熱詞這場 我很快說一下 其實我決賽頗不想對熱詞 因為我們有歐聯經驗 決賽的經驗 如果你問我 我就會希望對一支沒有經驗的球隊 我就可以用經驗去吃他 我的優勢比較明顯 你可以說熱詞也沒有歐聯經驗 但因為我們太熟對方 高普也很熟 抱歉天爐 我們的經驗優勢就沒有什麼 反過來就是 熱詞有少少像我們上季 Love and to lose 我們有一個包袱 我們現在叫做聯賽第二 上屆的歐聯也是第二 這次我們的包袱就是 不可以今屆歐聯又拿第二 今年我兩個第二 也有少少 有什麼不光榮 球迷球員都極度不想要的一個 你寧願可能 如果你問我 假設現在讓你選一個歐聯第二 還是選四強 可能我寧願選四強比歐聯第二 所以我想 反過來的壓力會在我們身上 還有 我自己你說過 我幾不想對熱詞 整體來說 壓力會在我們身上 還有我會希望賽前部署 我們讓控球拳給熱詞 寧願是熱詞攻我們 我們去專心防守 專心防守的時候 特別去防禁區外的死球 因為熱詞算是多少在禁區外的入球 如果你說英超 他有14球是禁區外的入球 他是英超排第二 排第一的是萬成 都是入了15球 如果你說計算百分比來說 他是算最多那一隊 他有約20% 20%的入球是禮 我忘記了他還是李斯特成 是百分比最多 但熱詞肯定是行業中的最多 就是他有20%的入球 是禁區外的入球 就是14球 所以我會覺得是 我們要防衣點 但我寧願我們專心守 如果你說其實 另外一個數據就是 我們過去由1617這個球櫃開始計 就是三個球櫃 我們包了聯賽杯 我們對了熱詞七次 有贏有輸 輸了一次 過一次我們的控球百分比 我們禮物店其實是6成4 其餘的控球百分比 可能是51%左右 或者最少的去到34 34 39 48 都有的 我寧願 剛好那些都是我們和 或者是贏 其中一次和 甚至是對面有一點點 幸好是 我們在保時階段 沙拿入球 但是對他在95分鐘 然後沙拿入十二碼 所以 以網絡來說 我會覺得 我會 你可以說是剛好過去那七場 包括聯賽杯那場 有一點點 未必是很著重 因為兩邊都有些後備球員 即不是太常出的後備球員 出上陣 但是以網絡來說 剛好我看到過去那七場 我們的控球百分比 都是比較低 或者不是特別高的情況之下 而剛好輸那場 也是控球百分比 比較高 其實我會是希望 寧願我們縮後一點點去打反擊 或者去讓控球拳給熱刺去攻我們 而我也都覺得利物浦這一季半 是不怕別人去攻的 最經典的就是 歐聯對曼城 或者是今季 其實特別是 我們兩次對熱刺 其實他攻我們 我們都不太怕 如果你說 好像上場 其實他是一個發育罰球 然後馬上把握到我們的漏洞 叫做 入我們一球 這些其實是 呃 當然他們有一點點運 不是一個 入我們球 但是我覺得是 熱刺真的要跟我們攻的時候 如果我們是專心地守的 熱刺應該是 我們未必攻得入 除非是什麼呢 死球 或者是 他一些禁區 特別是孫興文 或者阿力森 他一些禁區外的社門 我們可能的房中 包括可能發崩路 特別是 如果羽毛以外應該是發崩路 可能他的速率未必跟得上 就是剛剛那一下漏了 可能這個機會會大些 但是羽毛以外 即遊戲計劃 我會是寧願放過 控球拳給熱刺 那我們去打反擊為主 或者是 可能是一些中場逼強 一逼掉了他 然後我們去打一個 就中場開始做一個很快的反擊 即我會過 我希望那個 那個遊戲計劃是這樣 好過是我們 即好像瘋狂逼 因為其實 即好像 我不想說好像對 即剛剛上次 應該是這樣 作客巴翔的場 我不想我們好像 空球是多 但是 真的入獄的攻勢 又不多 即我會希望是這樣 那你說預測 很難預測 我就相信其實雙方都會保守 特別是上半場 如果你說上半場 除非任何一隊入了球 如果不是其實 即假設還是0比0的話 其實應該會繼續保守下去 保守到哪一隊入球位置 我講一下 首先有多球迷 經常都會問 你想對阿積士多些 還是想對阿積士多些 你問我 其實兩隊各有各難隊 我覺得 大家經常都會覺得 阿積士一定是比較容易 看看你怎麼看阿積士這隊球 如果你細心看阿積士這隊球 阿積士這隊球 阿積士這隊球 在整個 即他一場 單場比賽裡面 他的上下限的浮動 是可以很大的 即他強勁的十分鐘 或者十五分鐘 是真的無敵的 即任何球隊 你覺得他踢到這樣 是沒有踢過的 即他的人好像是 不需要思考 就已經可以走位 傳球 射球 全部都是很完美的 當然他這件事是不會維持很久的 可能是十分鐘 十五分鐘 或者他踢得順的時候 可能是二十分鐘 他突然之間有五分鐘 是不知道會做什麼的 或突然之間他的賣門 又不知道全部會 不知道射在哪裡 即他這隊浮動性很高的球 這些浮動性這麼高的球 你跟他打決賽 其實就好像賭大小 即你究竟他那天是精神爽利 還是在瞎眼睡 沒有人會知道 他一開始球 頭二十分鐘 即突然瘋起來 他先進入你的球 他是不會有任何壓力的 他不是兩回合 他一回合 他打順便打順 你就有一個壓力 你就覺得 我又拿第二 我又輸了最後決賽 即你的陰影會出現 對著一些這麼年輕 這麼打順順 這麼厲害的球隊 你真的好看他那天 開出來的狀態是怎樣 而且他是屬於一隊 會打到傳統的球隊 其實我們對傳統球隊 不是真的那麼好 這麼多年 你看到去年決賽 我們對黃馬 以至第一回合的巴賽 其實當對方傳控做得好 而我們譬如沒有機 但我們做不到反傳控的效果 其實我們要長期逼搶他 而這對亞迪士是不會累的 你記住他們比我們更年輕 你計算一下這幾樣東西 你只可以說他崩盤的機會是很大的 在某一刻裡面 你把握到的時候 你也可以大數幾球 但當他爆洩的時候 你也是很難抵擋他 或者他聽得信那天 他也是很恐怖 那是很難估計 當然我覺得亞迪士的唯一好處 就是長球一定會比對亞迪士 對亞迪士 對亞迪士已經預計到 如果大家不是最初的失誤 或者入球 是肯定會是一場幾悶的決賽 因為大家太熟悉 還有踢法本質上是互相抵銷的 我們兩隊球隊 還有我們基本上是一樣的踢法 嚴格來說是一樣的 我們可能會多一點 多一點組織 他就是多一點個人能力 但是整體的本質和理念 是很接近的兩個領隊 或者那兩隊球隊 第二次 你問我有沒有優勢 我不是說登不登 平心而論我們是有一點優勢 第一 我們真的入部決賽 決賽可以是包袱可以經驗 但是我覺得入部決賽真的有一點不同 你踩到六個場就知道 你打過決賽的一個人 跟未打過決賽的一個人 就算你打到學界那麼簡單 都是不同的 我告訴你 那個壓力不是你未打過決賽的人 可以感受過的 那你去年打過一次 是有些幫助的 當然大家都是經歷過死女逃生 入部決賽 這個環強鬥志 兩隊球都是不懷疑 兩隊球都是 那你說真的 今年 聯賽兩次對碰都贏到 那 6-4球都沒有了 5.5 4.5 左右 我又不會說得多 但是你說沒有優勢 我都覺得說不上 是有一點點的 那 陣容對碰上都有的 熱刺的弱點在於兩閘 我們強項坐於兩翼 不論他放在四後圍 三後圍 其實他不斷搞定我們的進攻 在聯賽兩次對碰都看到 他們的進攻 出孫興文 是用一種 支點 分 的方式進攻 我們有雲體之後 其實我們不太怕這種攻勢 上兩關我們是怕的 因為我們中堅對中鋒的對碰是吃虧的 大家還記得盧虎蘭怎麼輸的 一個球被套過之後就輸了 上半場被人換走 上半場被人換走 而且就算馬迪普單對單 其實也不見有什麼優勢 但是今年有了雲迪克之後 其實這件事是好 而且其實如果我們都是 快品牢擺在房中 其實那個高空優勢 其實夾起來 就算他哈利簡易出回來 不會見到太太優勢 如果打流動性的話 大家就真的看看鬥不失誤 還有鬥反擊的時候 看看誰能守得好 單防能力一定是我們的後衛 強於對方的後衛 對方右閘本身是一個防守極大的漏洞 不論出奧利亞或者出Trippier 其實都是落流很多 他們對著的是誰 今年我們最健碩的文尼 這個位置會有優勢 我們唯一最虧的地方 就是我們沒有基達 我們中場沒有一個組織者 或者控制節奏的人 所以怎樣去擺中場的三個呢 如果張白輪可以踢 怎樣用張白輪 怎樣放張白輪出來呢 正數我覺得都沒有什麼機會 但去到什麼階段 用張白輪出來 是令到兩邊的衝刺力 或者控球能力 或者盤帶能力 推進能力 可以維持得到 去解壓呢 這個我覺得很關鍵 這個就是考高普臨場調動的功夫 今年有十二個後備名額 我們雙兵 遇無意外得 基達一個 拉蘭達有機會可以回答 因為還有三個星期 希望費明盧都可以操作 我們是欠基達 基本上是沒有東西可以調動 但是今年真的不同 當你有排在手的時候 你怎樣打 就是你的技術 這個就是重要 還有我覺得 有些利迷就好像說到 對熱刺好像很易吃 不要看小熱刺這對球的頑強 還有像Dino調兵顯象的能力 你今年看到這麼有限之緣 他打到這個水平 其實他出來的成果 是接近我們去年 我覺得是超過了 對 因為去年我們也有買人 超過了買雲敵克回來 今年他們是沒有買人 歐聯決賽前四 跟去年我們不一樣 如果你覺得去年我們的球 是很強大的話 為什麼你今年這對二次不強大 勾聯無若女 以及不要以為我們聯賽 傷殺的對方就是什麼 這場只是一場一場的決賽 所以是接近的 我覺得是 好講決心 好講把握力 好講失誤的多與少 當然去到這一刻 我覺得 就算是 是 拿到 拿不到 今年我覺得都是一樣 都是一樣 很令人球迷很滿足的一季 滿意 滿意可能真的要過賽果 但是 看球的經歷上滿足 今年絕對是 SUNNY和DONALD 其實都講得很完整 我很簡單 兩至三點而已 我很認同 熱賜比熱賜強的 可能是板凳的深度 以及多元的變化 你說就算沒有基達 幸好張伯倫也能出現 他都可以給到基達提供到的那種變化 除了三公兵以外 一個變化很重要 就是無論基達好 張伯倫好 他是提供到多種變化 多一點點靈巧技術性 但是熱賜為何我不想對 也是他的優勢 就是普折天奴 調兵顯象的臨場調動 我覺得他是比高普 是決斷的 你可以說大家 因為很難評論 究竟誰做的決定好 因為大家有的人 腳板等的深度都不同 我覺得他的決斷能力 比高普 我會這樣說 這是我不想對熱賜的原因 亦都因為 他不單是決斷 亦另一方面 對了很多次 他都知道 李物浦變極 都是那幾種款式 唯有希望 高普儲了這麼多個第二之後 拿回第一 除了本土杯賽 不說那個 但拿了這麼多個第二 希望今次拿回第一 就是這樣 簡單幾點 所以給大家說 才有個好處 最後就是你可以說 所有我想說的 所以我的表情 就是 和大家一樣 很期待一場比賽 我的期待就是 我們只要寫完最後一個篇章 就是他這一季的傳奇 到時才再回顧他 特意這集不回顧就是這樣 到時看看他有沒有做事 特意等最後幾十分鐘 你一定要看 就是這樣 歐聯差不多 我們下個月還有一段時間 下個月應該是 即是說決賽 可以說一節 希望 希望 看看吧 如果贏我可以說幾節也可以 所以 剛才我想說英超的回顧 都叫做 是不是還有感受 想再分享一下 你剛才說 我想很快再分享一下 今季整季 我拍照給我的感覺就是 真的好像 即是有一種很強的感覺就是 好像沙娜那件衣服 如果你說 never give up 這個 term 其實 陪著利物浦的 我想很多球員都說 你不是永不放棄 永不獨行 you will never walk you will never walk 我會感覺到 但是你說 never give up 我是不是這麼強的感覺到 其實 如果你問我個人 個人的感覺就是 歷史 這個是一個歷史 是 即是說14年前 歐聯奇才 但是你問我是不是 這幾季 或者可能說 拉長一點 可能這十年八年 是不是跟 你物浦有這麼貼身的關係 我覺得 即是我不是太覺 即是你說有些反勝的 就是 多蒙特哥唱 歐霸 但是今季其實 今季其實 很多 即是一種 never give up 的 比賽 一種感覺 整季都是 首先由愛華頓 即是 去到最後一分 最後 保持最後一分鐘 奧歷史走過去 即是他真的 去拼盡最後那 一分鐘 衝過去 然後進入那一球 由0比0 變成1比0 去擊敗 即是同時縮敵 那 除此之外 就 去歐聯分組賽 對 拿波里 那其實真是那一場 非常不可 那其實最後都真的 真的 贏到 拿波里其實不弱 拿波里不弱 那 也真的贏到 即是很 即是很 即是會給我一種 很 never give up 的感覺 其實還有很多場比賽 例如說 嗯 熱刺 即是第二回合到熱刺 其實真的去到 八十幾分鐘 即八十幾分鐘尾 首先雲迪克 擋了一對二的單刀 之後沙拿那一球 即是頂上去 即是少少腐碌 好坦白說 然後 諾里斯犯錯 然後他們 打高 即是這種 哇真的能入球 甚至如果你問我 可能剛才時間過 沒什麼說 就說 剛剛其實 英超那場比賽 英超 除了對狼 對 尾那場 是對劉卡索 其實 即是以我對肥斌的了解 肥斌其實真的是一個 幾有 即是他要守你 或者他對球要守你 你要入球 是不容易的 是的 還有那就是劉卡索主場 我們都叫做入了兩球 但我們也都 後防給他入兩球 而比二其實你要入 劉卡索兩球已經不容易 是的 那你只剩下十幾二十分鐘 你要入他第三球 其實真的我覺得 即是當時我覺得 已經是算了 即是死在肥斌手上 好過死在其他 即是好過死在其他人手上的 那都 即是都不會太過悲傷 那樣 那時候也都同一時間覺得 萬成不會輸給 即是那時候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就是萬成不會輸給百里頓 這個機會是極之妙亡 所以輸給肥斌 也都不是真的太過傷感 那但是誰知道其實奧利節 可以告訴我 喂真的 其實不是的 即是永遠放下 最後也入賣 即是我覺得是 永遠放下 這個詞 在利物浦今後 是多次 是多次發生在利物浦身上 就是英超聯賽 歐聯分手賽 當然還有 剛剛歐聯四強的次回合比賽 真的會覺得 其實 好像做人要永遠放下 永遠放棄 我覺得這個是 今季給我禮物 即是整季 即是無論現在剩下最後一場歐聯決賽 我覺得是無論整季最後結果如何 就算是歐聯決賽結果如何 或者是最後影超 是不是九二四分 我覺得是真的會比 即是我覺得 我會覺得利物浦是很 表現出NFK發佈這種的精神 是 我想這件事特別 由你口中 即是一種 一個比較悲觀的 的球迷口中 聽到是特別開心一點 我本身就是流觀過你 沒有你這種的感受 但是 你明白嗎 即是你這種悲觀 都可以去到這個階段 其實我就是高普當初說 由 Doubtless 變成Believerless 的一個過程 而 我就比你早到這個階段 所以 剛才你說到 巴塞那一場 你說4比0之後 是最緊張的一個時刻 即是 救心時刻 其實我不是的 即使4比0我都不怕 因為我知道 即使4比1 都可以入到5比1 所以之前也說過 二次一場 你剛才說的 我也沒有害怕過 唯一最害怕的是什麼 反而是 最擔心最 最心驚膽跳 其實就是Brighton 入球之後 剛剛的東西 但是這個 奧托波力控制 即我們 萬成很快就追回 所以那個所謂的擔心 都只是一分鐘而已 也不是很多 但是我真的不擔心 淚普多的 如果進不到球 或者和球的時候 贏不了那一刻 很難解釋 我知道這個東西 不科學的 但是 今季給我 的感覺就是 尤其很明顯 就是我們自己的球之後 是真的觉得就算去到最后一分钟 如果只是需要一球的话 是很有机会发生的 是真的很有机会 不是有机会是很有机会发生 而这个信心我想除了个别球迷之外 我想球员自己都是有的 就是你看到球员都要有这个信心 刚才你们讲过的可能是信念 可能领队帮他们在心理上做了一些准备之旅 令到他们在球场上能够展现到 刚才你说我们试第四球 不是那么容易把那球是有点弹 不容易射 那球不是就这样在地球 而且加上他们一开始不知道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其实是球到中途才知道 原来是有机会的 以我们自己的把力 其实也不是那么顶尖 我说都很有权威地说这句话 但他都能够把那一笔拍得那么漂亮 其实也是一个自信的表现 其实就算我们球迷 就算我乐观态 都在赛前见到没有了沙拉 没有了范盈奴 都已经不敢说抱太大期望 老实说 你球员其实 他知道自己的地位 他首回合 前锋需要人的时候都没有机会的时候 沙基利下半季完全都没有什么机会的时候 他想到林艺寿命 他自己知道自己的地位在哪里 但是他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而影响到 沙基利他表现比较一般 但是他也算是交助出来 他不会因为一些地位 或一些之前的表现 而影响到他的信心 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一整季下来 可能教练团 我不知道谁负责心理的部分 他们帮球员在技术以外的地方 做了很多事情 其實所謂科學化或者系統化的訓練和幾十年前的不同 就是球賽很多時候已經不只是球場上的90分鐘的技術的較量 其實是由賽前的一些準備 由很多營養方面 心理方面 或者剛才說怎樣去鼓勵 怎樣去做一些部署 計算 其實很多很多東西在一起 而你見到球迷最開心的 你見到這一季是開始搭有一個修成期 就是過往幾季的努力 無論是買人 砌的陣容 找一些合適的球員 心理上調整他們 心情 或者球迷 整個氣氛是開始去到一個修成期 所以部分球迷會覺得如果今季真的贏不到 其實下季或者再下季都是一個好機會 就是這些因素夾起來 就不單止是場上的球員 或者萬成的種族開始老化 還是我們的球員 其實還有很多上升空間 這些固然是 但其實是其他很多種種因素夾起來 所以接下來這一季 即下季 其實我覺得是 我覺得這個信心甚至比今季更大 如果今季 大家記得我們季初的時候可能有些預測 當時我說過我期望就是三月都可以還是增加標 當然現在是overachieve 所以其實今季的整個成績表現都好 一定是滿足的 滿意就看人 有些人可能真的覺得 差一個比較差一點的 OK的 我也理解的 但是你說下季 我覺得是有樂觀的理由 不過說到這個永不放棄的正常 我補充兩點 放大一點去看環境 一來其實 可能過往都有 一些季度 可能每一季都會有一至兩場 都是這麼驚心動拍的球賽 你想想賓迪基達拉高普 我講驚心動拍 經常都驚心動拍 你打爛高普買幾個場合 對 樂易志那些都有 但是重點是你那個場合的意義 那個場合的意義是令到你剛剛調到一條命 但是你今季的這些場合最重要是 我保持著可以跟第一有得爭 我保持著跟第一保持的距離 甚至可以因為多打一場反超前距 這個意義不同 二來 亦都是叫不同實力的球員 你跟不同實力的球員說這種永不言敗 或者不放棄這種精神 始終都需要考慮這個客觀因素 即是你叫以前學神 你跟祖雲露 你跟艾莎迪 你跟一些清訓球員說不要放棄 人家第一場出來你跟他們說不要放棄 我已經是學神不代加入的球迷 我已經是黑歷史沒去了 真的忘記了這些球員 半季了 這些球員是第一實力 第二 他長也沒有出過 你叫他不要放棄 你看到他的樣子 你都覺得他沒有可能有這種氣質 在裡面 因為不放棄之前他有堅持過 他也沒有機會給他堅持 他堅持什麼 但是你今季看到球隊的成長 就是以前我們真的彈球 吊著一條命仔 又保住前陸 去到高普來了 我們真的可以坐穩頭四 開始 上一兩季都是我們欠第四 去到今季 去到今季才是我們跟第一 是保持一個很微小的距離 你看到那個榮不言拜 是由以前我們不放棄 是為了保住條命 去到現在我們不放棄 是為了我們可以拿到一個錦標 用錦標去量度的榮譽 其實你爭的東西的目標也是有不同的 另外一點 當你說到奧力智入愛華頓那一球 你也可以說回第二輪 零比零 當完了賽季 那兩場賽事 對曼聯和愛華頓 放到多大 或者放到多大是為了一個適合的評價 這個是很吊詭 亦可能是高普其中一個 他跟整隊球隊在這一架裡 經歷過的心態 原來坐在第二位 是舒服過坐在第一位 坐在第一 整班球員面對的壓力 是大到他們很難去 我覺得至少這季處理不到 下一季我會覺得好一點 好一點 但是可能還未100%處理到 但是很有趣的是 由領先7分到最後 當中這兩場可以說是最關 當然你可以說和了李斯特成 韋斯咸那些都是有一個作用 數字上有一個元素 令到最後尼姆普拿不到 但是愛華頓和曼聯這兩場 可以說是李物浦可控程度比較高 但是同一時間 在可控程度這麼高的情況下 你跌分失了分 就是這兩場 所以其實很有趣的是 他放到多大 是為了一個合適的評價 對 即是我或者我個人 我都會90分以上 即是整體評分 那兩場 我覺得要說的已經說了 只可以這樣說 其實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 始終是球隊未去到那個位 你說領先很難打 曼城就示範給你看 有什麼那麼難 就是一直贏下去 那你處理不到 那就不好意思 的確你說球隊未去到那個位 或者未必 就算你說過到那兩場 可能不知道哪一場 都會失兩分 但曼城就沒有這件事 曼城就是哪一場我贏 總之我管你哪一場 14場我贏 剛才所說 高普和哥迪奧娜其中一種分別 就是高普和哥迪奧娜 無論去向球員 或者給球員信心 信心的來源是不同的 哥迪奧娜那種是那種穩定性 那種系統的穩定性 但是高普那種 始終你說比球員那種 那一團火 是容易有浮動過那種系統的穩定性 是的 第二樣就是 剛才也是一樣 就是說 你討厭到信心的位置 你去到哪裡 如果你是信心的 你就會覺得 我其實曼城和曼城 和曼城其實應該要贏 我爭標 我是要贏了 但如果你說以往的 不是今季的 你說早幾季的 大哥你曼城和曼城和曼城和曼城 是可以接受的 是可以接受的 不會是說 怎麼搞的 怎麼搞的 怎麼贏不了 以前不是這樣 所以其實這也是一個階段的進化 就是說你 對球隊的信心 和你對球員的信心 成績的信心 是去到哪裡 這也是一個指標 所以就是 為什麼下季更加有信心 就是你看到這些因素 集合起來就是 這也是其中的因素之一 好 那我做個總結 你說《永不放棄》 我同意 今年的感覺是特別強烈的 我也特別想說一些歷史 以前的《永不放棄》 我覺得跟現在我們整個隊 展現出來的特質 都有點不同 以前是 我想我覺得有記憶 有這種氣質的年代 就是謝拉特的年代 那個年代是隊中個別領袖 特別有領導的魅力 才能 氣質等等 一個人 兩三個人 可能他和古智 艾嘉等等 那幾個 是帶起整隊球 有這個氣氛 領隊的角色 不是很強 或者那件事 不是深植在每一個球員的心裡 他是跟著大佬去衝 這個是那個年代給我的感覺 所以那種感覺就是 我們經常都會 那個年代很害怕 當這些人退下來的時候 求得怎麼辦 你見不到前路 當這些人退下來的時候 哪些人會接班 你只會想 那時候經常都會想 謝拉特接班人 托尼斯接班人 希比亞接班人 大家會這樣找這些人出來 但現在的感覺不是這樣的 那種信念是分佈在每一個人身上 哪怕你是一個後備球員 你今季也能顯示到 只要你落到場 你就是不會放棄 你是好力次好 你是沙基你好 你是 就算你是淺有力次好 其實季美我覺得 他的精神面貌是OK的 其實是真的不錯 至少比他踢得很頹 那兩屆好 今年未段那裡 這種是高普來了兩三年裡面 真的慢慢透過很多很艱難的比賽 很多勝利以至可能失敗 他裡面慢慢飆入的東西 我覺得高普另一個東西 就是他能夠利用球隊面對的挫折 令到球員成長 這個也是不容易 就是三次入決賽的失敗 每一次他都覺得 跟球員說回來就是 大家就要好好利用這個經驗 令到我們下一次變得更加強 很多隊伍在失敗之後 他不會再有下一次的機會 但是我們仍然都會有 當然我們仍然未贏到冠軍 這個是真的 但是未贏到冠軍 但是我們仍然有機會入決賽 證明我們仍然是保持著 一個很強的競爭力 那這個是一種長期灌輸 和值根的信念 那現在你看到 不是個別的大哥 有這種的想法 你看到一個Instagram 或者Facebook 比較普遍的年代 你看到每一個人在賽後的分享 都是很正面 那些東西我都相信他是自己寫的 是他自己的心聲 很多人其實都是在說 他真心相信這件事 而相信 說出來都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你活出來 以前我們這麼多年都是說 We never give up We fight till the end 通常說完就輸了 就是每次都這樣說完這一句 下一場就 就自己糟糕 或者很肉酸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今年 我覺得今年最不同的是 歐聯很大的疫境 沒有放棄 我想增標的疫境 你不會找到有幾個界 好像今年那麼艱難 你要最後十幾場全部贏了 才可以保持到你的機會到最後 雖然你都是不成功 但是你真的將 Never give up 和戰鬥到最後一刻 這件事 你是做到出來 給自己看 亦都給你的球迷看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 這個才是球本的精神 這個精神不是J歷史 不是說 是做出來 今季未有成就 但是做到出來 這個是難忘的 我覺得 差不多了 今晚差不多了 這些成就的東西 我們下個月可以回味一下 差不多了 沒有補充了吧 沒有 那就來這裡 今個月 下個月再見 拜拜 拜拜 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月 我們下個月 然後來 去吧